曾国藩审问林明光阶案 案情清楚 等待下结论 换句话说 怎么处分这个 曾国藩心里就有处 对他的处置可清可重 但是有一样 在想起过去的历史 李自成怎么成的功夫 还不是有读书人给他出谋献车 一个是牛津星 一个是李延 这俩人读过大书 你给李自成出主位 李自成成功了 推倒了大明 这些教训不能忘记 尤其这些黄门秀 你就拿林明光来说 你如果没有二星 你收令牌怎么解释 你跟朝廷还不是一个系 如果不严惩 以后那些读书人纷纷效仿 认为这都无所谓 就会面不成大祸 哼 本部堂 宁肯实之于严 不能实之于扩敌 我就借助林明光 教训教训天下所有的读书人 林明光啊 你不用喊冤教区 你呀 也是该饶吧 无比一晃 打了票 看出死心 大人 外面人进来 大人 明日一早 把罪犯林明光 打入战龙 游街市中 炸车 好假的 第二天 把林明光塞到战龙的里头 咱没说吗 行外之行 法外之法 这战龙太残忍了 把人家脖子卡到上 盖上有个圈 手脚捆着 那家天那么热 不给吃的 不给喝的 那人说 有三天 两天 这人就得交代 而且旁边还插个条 木头盘上贴个条 那上写的 罪犯林明光 高窜窜子会 最大恶极 就定性了 三节六世 就能全处的看 哎呀 就是吧 秀才 林秀才好人呢 那是山化县平堂都的 就算 怎么发生死罪了 曾国藩暗中指示 魏魁能不能来救人 魏魁能给他令牌 能给他送一百两银子 而且老林家是他的救命恩人 他背不住趁乱 来抢劫林明光 有无视者就把他们一王打击 暗中指示彭义林 罗泽南 曾国宝 带了五百军兵 都是官员 化妆呈饶百姓 暗藏利刃 各拿绳索 夹杂在看热闹的百姓当中 如果发现魏魁和串子会 既有地消灭 曾国藩就听对信 单说林明光 独大书的人 哪受过这种侮辱 再加上一万气 哇哇 爹气 一万 喊不能喊 叫不能叫 没半天 死的战龙里 气象太大 长沙城震度 老百姓议论纷纷 都骂这个曾剃头 市农工商背后 没别的事 都都说这事 我这曾剃头哪来的 真给咱们湖南人丢脸 你瞅他这一上任 乌烟瘴气 他那战龙子从来不显着 老是装得满满蹬蹬的 今天杀这个名个坎内 我哪来这么个家伙呀 不行不行 告他告他告他 我还不了 群情计分 结果曾国藩呢 认为这魏魁能抢劫林明光 没来 串子会没有行动 自己这招还落空了 简直懊恼的不得了 手下人老出去溜达 大伙一听啊 坏了 曾大人犯了重怒了 这在长沙还能待得下去 都恨他 现在没有人管他叫名了 都管他叫曾剃头 可别林明光一案 这下捅了大楼子 林明光不是普通的百姓 有身份的人 事先也没通知学政衙门 你看那杨乃吴小白 塞上那电视剧里 就陷害杨乃吴 杨乃吴举人呐 说杨举人 官治不了对 有身份的人 知罪得怎么办呢 请示学政衙门 学政衙门的批准 拿掉他的公民 他变成了普通的百姓 你这才能给他治罪 林明光也是这样 王门秀是 登记在策家 国家认可 你得请示学政衙门 为什么没请示呢 是不是曾国藩 马虎大意了 曾国藩为官多年 怎么能马虎 他想到这就能 但是他一琢磨 学台大人 姓刘叫刘坤 今年七十五了 老卖昏庸 没守成规 有个外号叫护犊子 护犊子 是他管理的学子 他都护着 我要一请示他 这案子完了 抵押最少是半年 最后不了了之 他会千方百计的 徒挠 绝对不能赞成我这么办 他不就思考麻烦 曾国藩又一琢磨 老卖昏运 无情是 非常时机 可以越拳败事 我就这么决定了 日后见着他 我再解释 心里知道 但他就这么故意这么做的 另外曾国藩呢 也不是说脑袋一热 就这么判 审问之余啊 他在心里合计 怎么审判这个林明光 怎么下结论的时候 他把审案局的一个委员 平可靠的一个人 姓曹 叫曹可亭 告诉曹可亭 你到平堂都 你去了解了解情况 骑快马快去 究竟是冤始不冤 曹可亭还真就到平堂都去了 满头大汗骑着马回来了 拿了个小册子 哎呀 大人 我知道您着急 我去调查了解全魔情绪 怎么回事 哎 林明光确确实实 勾穿穿的鬼 也正如山 有什么证明 有 我又把他家搜查了一遍 栽在那书架子上 又搜出一本书了 你看 你看这是什么 曾国藩拿过来一看 太平天国 遇至 原道行事训 这书的名字 太平天国的 洪秀全做的 曾国藩都翻着书 翻透了 翻了一篇 原道行事训 上的头一篇 大致的意思是说 天父天兄 主持公道 天下的男人 接弟兄 妇女接姊妹 何分你对我的 不分江界 当当当当 曾国藩那是文人 从来没说过粗话 看完这篇 剃脸骂人 放屁 他把那书就这么 什么理论 天下男人接兄弟 妇女接姊妹 亲爹跟亲儿子也兄爹吗 娘跟女儿也姊妹吗 无说八道 满嘴喷喷 在哪搜 在黎明光他们家搜出来 铁镇湖山 你说他也没有外星 他看这个吗 怎么搜长者 这也是重要的一个原因 所以这曾国藩 猪鼻一踢 看出出境 脑子一热 哪知道 引起 轩然大波 头一个 林明光家里也不白给 林明光有个兄弟 林明亮 也是秀才 林明亮一听什么 哥哥背叛 战龙 半天就死了 死的太惨 林明亮哭 就是几度死过 最后 联合善化线 十个秀才 林明告曾国藩 写了两份状 一份状 递得巡俗衙门 递得洛宾章的 告曾国藩 曹菅人命 不问青红皂败 独断专情 第二份状 送的学正衙门 到刘昆 刘的人 我们是秀才 行事没行事 学正衙门 你就这么干 好像曾国藩 给告了 曾国藩 如同坐在火山口上 这些日子 是坐卧不宁啊 但是说 这老学台 刘昆 你别看七十五 不独子 是他的学子 他都护着 他觉着 培养出了一个人 不容易 人才难得 就是有点错 能睁一眼 闭一眼 就算了 凡是经他的手 能护着 他就肚子 要不怎么有这么的绰号 林宁光 他知道这个人 而且对林宁光 艳想非常好 前些日子 还到学正衙门来过 拜会老学台 老头还请他吃点饭 时隔几天 战龙给战死 老头气着 脖子都绝起 汗完壮子之后 烦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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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风过烦 风低声 你眼里的还有我这 学台吗 你眼里的还有学正衙门吗 你想一手遮天 慢说林宁光 不是会党 即使铁证入山的 真是会党 你得跟我商量商 我得取掉他的功名 而后你再制作 这起码的手续 你都不懂吗 你是汉林 你也读过大书 国家的利率 你不明白吗 不能不明白 你是明知故作 在你的眼里的没人了 你呀 打算整个把湖南一手遮天 垄断一切 好好好 我完不了 完不了 顺教 带着状态 老头气着都不知道卖哪条腿 胡人搀扶着 进了教 寻服衙门 寻服衙门 排着一六分 到了寻服衙门 北进书房 这寻服 洛炳章 两根包子一样 拿着状态 正为难 他也接着状态 状告 曾国藩 郭炳章心里 他气炸了肺 听说这个曾国藩 太不像话 你说我来的时间不长 我早就有耳朵 你充其量 你是个帮伴团练大臣 你帮谁 你帮我呀 你别忘了 我是河南之主 我是寻服 你在我的领导之下 你什么事也不请示我 什么事也不问我 无端专心 进做越权的事 那别的衙门都不要了 就你这一人说了算就得了 你眼里都没人了 我明白了 你在京里做京官 兵兴宫 立户里六大部 有五个部 你都当过侍郎 你认识当朝的许多的名人 你眼里都没有地方官 没把我洛饼章当回事 是可忍 输不可忍 他正琢磨着 他怎么给皇上 写个折子 状告 这三国饭 正说着 刘昆来了 老头的一进屋 身份资历在那排 别看官 没有洛饼章大 但是 资历比他高的多 洛饼章一看 前辈 哎呀 您怎么来了 哎呀 坐坐坐 哎 哎 哎 我说 虚门兄 虚门兄是洛饼章的字 叫洛 虚门就叫洛饼章 虚门兄 我这学证没法干 我辞职了 请你递个折子 跟皇上说一说 这官我不能当 让给曾笛生了 哎 别 别生气 别生气 喝水 喝点水 您接着状态 接着了 你看他吧 实名秀才 联名告曾笛生 这让说的听清楚 若不秉公执法 除智曾国藩 人家还要到京里 告郁状 这成何体统 哎 今天你我携手 找曾国藩 去算账 湖南学台大人刘坤 怒满胸膛 恨透了曾国藩 来找巡夫告状 进门是大抄大嚷 屋子掘起多高了 其实哪句话说的都在里 骆炳章颇有同感的 骆炳章这个人呢 在官场二十多年 老油条 明明不满意 曾国藩 不愿意得罪人 骆炳章想着 乱使 睁一个眼 闭一个眼 大家乐就得了 你看我 几个月前 在湖北 把我补了下来 又补了回来 不定每天 我还得完蛋 不定什么事干不好 皇上一补了脑袋 滚 我还得滚 我翻得上 得罪人 但是心里头也不满意 叫学台这顿教唤 他这火也上了 好 前辈 您说的是千真万真 我正要找他算账去 哥们您来了吗 咱怎么办 咱请不动他 你我二人携手 赶奔团练公署 到沈案局找到便利 太不像话了 咱一块去 走 顺家 叫的准备好了 也不怎么回事 到了门口 这刘坤又改变主意了 忠诚大人 你代表我吧 我不去了 别家 咱们两个人一块去 有说服力 我不乐意见他 他觉得他了不起 无学无术的东西 我们俩没有共同的语言 你代表我怎么说都行 我回去听信 总而言之 言而组之一句话 有他曾国藩在长沙 我不干了 回家看孙子去 走了走 前辈 前辈 这老头 你看老头气呼呼 回去听信去了 骆炳章作为一省的最高长官 他不能不去 拿着两份状态 上了大教 赶奔神案局 人们忘了一通报 曾国藩就知道 现在曾国藩闹心 也知道这个事做就有点过分 没想到引起轩然大波 没想到后果这么严重 一听寻服亲自登门 赶紧迎接 两个人关系一般的 经常打交道 没有太深的感情 跟张亮基的关系不一样 一直把骆炳章接进书房 把其他的人打发出去 再看老头的骆炳章 面沉似水 眼角搭了 李生兄 关于林明光一案 这点过分 曹菅人命 这可不是开玩笑 另外你不要忘了 我大清国朝 以孝治天下 啥这样的人 人正何灾 你看看这状况 说话还比较客气 曾国藩就做好了 充分的思想整理 心说明白了 兴师问罪来的 有一线之路 这老油条不会来的 今天是来者不善 善者不来 我呀不能退缩 我要一退缩 前功尽弃 往后的工作 就没法开展 我得想什么办法 说服这个上眼皮 就把它说服 今后我还得开展工作 还得靠它支持 怎么办法 咱过凡多有经验 用眼睛溜了一下就撞 不以为咱往那一放 徐门兄 莫非兴师问罪乎 哎呀 你别跟我知乎者也 外面都开了锅了 你做何解释啊 哎 我不是说你 你前者一口气判处 十三个人砍头 你连王岐你都不情 你就擅自做主 先斩后奏 我这巡护 还有什么用呢 朝廷的绿典 成为一群的朋友 我说第一声啊 你这么做事情 未免太有点过分了 您说完 如我解释解释心 当然可以 你解释吧 我明章心说 你分过分 就通过这事 我打击打击你的气焰 我看你说什么 太不像话了 话不能这么说 心是这么想的 忠诚大人 你要如此认真 我有下情回忆 郭帆生性不是试杀 侧眼之心 人皆有之 我怎么那么爱杀人 我为什么 我还不是为了咱们 湖南全省的安定 再这一说 这是逼上凉山 迫不得已 我没有办法 你要问我 为什么这么干 跟湖南多年 腐败的励志 有绝对的关系 没有办法 你说什么 陆炳章一听 他倒有理 他不爱杀人 总的原因 归罪于湖南 立志太腐败 我是湖南最高长官 也就是我太腐败 他来倒打一爬去呗 更不累一听 哎 地上 今儿你把话 可得说清楚 归罪于湖南 立志腐败 这一说归罪我呗 你今天跟我说清楚 曾国藩一听 事麻烦 就上演不一样 把他得罪了 寸步难行 看来我这话说的 他挑了理 只好把情绪稳定下去 和颜悦色 亲自给洛饼章 倒了一碗茶 中场 你干的火太盛 喝点水 先喝点水 不喝 你跟我解释清楚 这我受不了 须门兄 不要动怒 我话还没说完 我说归罪 湖南立志腐败 跟你没多大的关系 你到湖南来才几天 两人家在一起 不超过二年 对不对 我是湖南人 我是三乡的弟子 我从这长大 对湖南的事情 我了如指掌 您认为我说话过分 我举几个例子说 道光23年 雷阳县发生暴动 把库府给砸了 银子强 接一空 把县衙烧了 有没有 道光24年 道州白连教起事 把知府神大人给杀了 由此事 折腾了四十多天 才被官兵消灭 此力举不胜 什么原因造成今天这种疾难 我们当官从政的 如果认真办事 该办的事咱就办 该杀的就杀 该关的就关 该放的就放 如果不积累的话 不至于像今天这样的怀疑 我总结了一下 几数十年该杀的人不杀 几数十年该办的事不办 所有的官员 全都是事不关提 高高挂起 光朝廷是报喜不报忧 不求有功 但求不过 纵使恶人以为官府不能 因此他们才甚孝尘上 谁看官府软弱可气啊 因此才造成今日的疑念 那么当务之急 非常时期 不采取严厉的措施 还有个好 湖南还要不要 长沙还要不 不是我愿意杀人 这是长年累月 激留下的问题 由我来处理 你们都不管 难道不准我管吗 我说的不是您的 您不太了解情况 湖南励志腐败 您承认不承认 我为张一平 真说不过他 说不过 把我摘出去 跟我没关系 那就好 别把我脚子里头 我那受不了 将来传到黄色耳朵里头 那我担不了这个责任 只要把我摘出去 他说话也管和想 唉 医生 不是我动肝脏 不是我干预你的事情 你这么做 的确有点过分 其实你说湖南励志腐败 我难道不知道 老实讲 朝廷几次调我来 我不来 这烂摊子谁都不来 为什么托给我 唉 说起来 现在我这后悔不跌 但是咱这话先搁到一边 医生啊 无论如何 你做的有点过分 你得承认 林明光业啊 他毕竟是黄门秀才 头上有公民的人 唉 即使你不跟我打招呼 你不跟我打招呼也罢 咱们弟兄多年了 学台牙嘛 你得打招呼 这国家的制度 你也不经过刘老前辈允许 也没隔去他的功名 你就除以战龙而死 医生啊 这这事可麻烦 我实话跟你说 老头子挑脸 而且大发雷霆 说什么 要告到朝廷 要告到皇上的 一旦之间告到皇上的 后果是不堪设计 医生你想过 中长 我想 是 我现在检讨起来 似乎不走这道手续 与理不合 与制度不合 但是你不要忘了 非常实情 就得做非常之实 我掏心窝的跟你讲 留学台 教学有方 不愧是我们湖南的圣 我心服口服 但是我不怕他挑李 他太迂腐 太迂腐 他看不清眼前的形势 我只问忠诚一句话 想当年李自成功成的什么地方 一是腰买人心 他钻了空 另一方面 他重用了两个举人 李延和牛金星 这两个人给他出谋 划策才得以成功 对不对 那么拿骨鼻筋 如果林宁光等人 所学不所用 诸匪类出谋划策 将来这匪必成其大事 红秀全就是一粒就摆在眼前 因此像这群人 必须严惩不大 如果我事先走手 请示留学台 他肯定压住这案子不发 一年两年也不会有结论 背不住就不了了之 这样做怎么能听 我是有意的 没跟他打招呼 这个你放弃 如果朝廷怪醒 皇上怪醒 我曾国藩去领罪 与学台没有关系 与忠诚毫无牵连 那好吧 我去打罪去 喂 好吧 医生啊 作为朋友 我做到人质义军 该说的话我可都说 是不是呢 你这么聪明个人 你什么都想得到 我希望这件事情 就此平时 不要再发展 如果再发展下去 可就麻烦了 顺便我有个邀请 你那个站笼子 去进行不行 太吓人了 你长十个大笼子 老在街里溜的 老百姓简直是荒荒 不安 这能不能取消 大人 听您的 您认为这个事情不妥 从现在开始 占楼取消 哎 这就对 不要过分啊 啊 医生啊 今天既是公 也是书 我该说的话 我也说个不得理 其实呢 你也不容 你是不容 你说谁呢 也管这烂谈的事 蛋打出头鸟 出头是传的鲜烂 因此都希望明哲保身 不求有功 但求无过 地上你要自为之 前文书 说的是洛炳章 兴师问罪 他想借助林宁光继案 狠狠地拍拍曾国藩 打打他的气焰 结果怎么样 不但没拍住 让曾国藩 全给端回来 而且曾国藩 说的条条是理 捏着洛炳章 跟楼跟楼 洛炳章心里不高兴 认为这曾国藩 是强词夺理 有心发作 又一想算了 有失身份 另外洛炳章是个老油条 不愿意得罪人 心说今儿个我在巡抚任上 明儿个也许就掉走了 得罪人有什么用呢 算了吧 就这么的站起来 冲着曾国藩 笑了笑 毕生啊 我希望你好自为止 要照这样下去 后果不堪设想啊 告辞了 无欢而散 曾国藩也感觉都有压力 心中想 难道说林明光这案子 我真断错了 我的确做的过分 哎呀 所以接着那么几天的时间 睡不好觉 吃不好饭 心里有点闹心 半个月过后 有一天的康复 上外头办事去 办事完了回来 偷着跟曾国藩说 大人 这回我带了不少的情况 林明光一案 确实是委屈了一点 有些事情不实 哦 你说一说 是 我到了平塘都 我一了解情况 我这才摸清楚 闹了半天 属于栽赃了 令牌是真的 他不应该收 什么 太平军宣传的小册子 都是有人塞到他们家去 这叫栽赃陷害 是吗 谁这么胆大干这件事 大人 大人您别生气 您为了慎重起见 您派了个人叫曹可勤 这不是咱的委员吗 您派他去摸情况去 结果这曹可勤 跑到平塘都 贪赃受了贿 人家 人家给他使上钱了 他拿了人家钱之后了 所以 给林明光栽赃陷害 那小册子 就是 私自塞到人家家里去 反回头 说在人家抄出来的 这就是以往的事情 哎呀 曹可勤怎么敢干这事 他是我审案局的委员呢 那是张亮基 借出来的 哎呀 我手下怎么出了这种人 后来曾国藩基 莫情况真这么回事 更吃不下藩 这伙都呼呼 有心严惩曹可勤 曹可勤是张亮基 借上来的 哎 跟张亮基 还有点亲属的关系 张嘴叫舅舅 闭嘴叫舅舅 你说这事怎么办 自己也不能打自己的嘴巴子 后来曾国藩想了个办法 亲笔写了封信 把曹可勤的所作所为 在信里全都做了详细的介绍 把他封好 把曹可勤给叫来 不露声色 曹可勤呢 认为自己干那点事 谁都不清楚 笑笑呵呵来了 大人有事 有点事 这封信 我是给张志军写 麻烦你骑皮快把 把这封信务必 交到张志军手里 速去速回 哎 我现在就走 曹可勤还挺高兴 能到武昌去一趟 看看舅舅张亮基 因为张亮基 现在心升了官了 熟理湖广祖都啊 原来的巡抚又高了一击 利用这个机会 游山玩水散色金 拿这封信 到了无常 简短揭说 见着张亮基 张亮基不知道怎么回事 一看是曾国藩来个信 展开信 仔细一看 单身的了就清了 曹可勤就在这站着 不知道怎么回事的 开 张亮基 心说 这里他肯定是事实 曾国藩向自己介绍 这曹可勤 贪赃王法 栽赃陷害 致使人命关键 弄得曾国藩好贝赌 我这给介绍的什么人 脸上觉着发烧心里气的 咚咚直跳 看了看曹可勤 你在审案局 干的怎么样 就 这玩意 曾的人说了算 我不敢说 我干的好坏 反正我觉着还行吧 是吗 你看看这封信 你看看 哎 藏和清新说什么事 哎呦 看完他傻眼的 嘟嘟就跪下 舅舅 冤枉 冤枉 大胆 你还冤枉 曾国藩是什么人 你是个什么东西 他能陷害你吗 看来你这人太可气了 你心术不正 你盘了多少人 你冲什么栽赃 陷害 草坚 你 增的人是十分的被动 这还了得了 来 来 把他帮了 救我 我冤枉 把 压起来 挺后处理 曹可清 想的挺后 没想到刚到武昌 就进了大楼 后来这小子 连害怕 再后悔 死和检议 这要说迷信话 这是报应 害人 先害己 他死是罪有应得 张亮基觉得这个事 对不起 曾国藩 写了封回信 再三道歉 我低声 我太对不起 你审案局成立需要人 我心思给你推荐个人 没想到这人我没看见 是个败家子 现在已经得到应得的惩罚 千万请你谅解 往后有什么事情 咱们经常通信 我近期 可能 我帮你 这个忙 这个事就算过去 但是曾国藩感觉到 在长沙这待着 好像在火山口一样 舆论受不了 通过林宁光的案子 各衙门对他也不满意 老百姓也不买他的账 哎呀 这曾国藩一琢磨 不好 如果一旦发生点什么 我脑袋就得搬家 目前的情况就得请求保护 怎么保护呢 晚上睡不着觉 给皇上上了道奏折 把这件事也做了介绍 恳请皇上的支持 我从言到底是对还是不对 我这发出去 他就等待消息 还真没想到 皇上批事的特快 没过几天 批事回来了 上遇到 就在他折腾的旁边 用猪笔 批了几个字 上面批的是什么呢 教匪 务必言 好自为之 听此 说了 什么意思 皇上支持 这么做对 皇上要支持 那还有什么可说的 曾国藩乐 是心花怒放的 拿着这道上衣 先见洛炳章 让洛炳章看看 你看怎么样 洛炳章一看 没词 皇上同意 各衙门的官也知道了 从这一天开始 掀口无言 谁也不提这事 也不抓就这件事 攻击曾国藩 曾国藩这心才放弃 皇上指示 我怕什么 看来还得这么办 所以说曾国藩就在长沙这些人 您还这么别说 案件 越来越少 社会治安稳定 为什么呢 是采取了铁腕措施 人是建筑 不打不行 你不严点 就作妖 社会秩序果然大有好转 老百姓看着也满意的 扁扁头 起码能放心的睡觉 无计也太乱套了 咱们单说这天 曾国藩早晨起来 用爸早饭正处理公事 突然接到 刘阳县团练公所的 紧急文书 展开一看 刘阳县出事 还不是一般的小事 大事 团链公所被人家砸了 而且磕上油 把团链公所给烧了 烧伤了不少人 现在 刘阳县闹事 闹得还挺大 乌烟瘴气 团链公所恳请曾国藩 派大团计较 维持社会治安 如果不派人 维持不住了 与此同时 骆炳章的巡抚衙门 也接到刘阳县县压的 紧急文书 那知县呢 向骆炳章提出要求 十万火机 速派兵计较 这有人造反 有老周家哥仨 挑起大旗来 公开的 要公关夺债 我这县城眼看就保不住 十万火机 骆炳章乐得清静 把这事委托给曾国藩 听说你不来干这些烂谈事吗 你去干去 曾国藩一看 我得亲自出马 吸取林明光的案子 不能草率行事 我得先摸清了底 然后再说 就这样 曾国藩化妆改办 戴好了墨镜 带了几个保镖 骑快马 骑身赶奔刘阳县 这刘阳县 您不陌生 出鞭炮的地方 过年过节 那鞭炮大量生产 那年约就是干这事 这个县靠着制作鞭炮 发个财 县城比较繁华 曾国藩到那住下之后了 到那进行摸底 详细的了解情况 这属实不属实 经过十天了解清晨 果然不假 这回这个禀报不带十分 什么原因 刘阳县本地有个大户 家称人职 姓周啊 老周叫哥萨 老大叫周国瑜 老二叫周国瑞 老三叫周国财 周氏三军 他们干什么啊 他们是私自是天地会的 参加了天地会 在这块 皇收信徒 皇这信徒能有四五千人 暗地之中 跟太平军高达联合 如果取得太平军的支持 他们在这些造反 就夺现成了 这事摸得清清楚 现在这周氏弟兄在哪呢 在南郊野人山 扎下去 这事怎么知道 怎么发生的 因为团链公所 有个副团组 叫张艺山 张的他是副团组 这小子不干好事 手中有一定的旋律 想难罢 无恶不作 是无所不为 老百姓恨得压根都痒 张艺山同族 有那么个兄弟 人家本来娶个媳妇 挺漂亮 他愣把这媳妇 给夺过来 霸占人妻 他夺过来 视为己有 这件事引起功分 老百姓奔走相告 恨透了团链公所 恨透了这张艺山 私自有人到野人山的 搬兵求救 周氏弟兄就抓住 这个为借口 大肆鼓动人心 所以把团链公所给烧了 声援要攻打县城 在这么个节骨眼 曾国藩赶到 把情况八八八摸清楚之后 曾国藩你琢磨 看来这件事也软硬坚持 周氏弟兄手下好几千人 这不是小谷的力量 凭我手下这点团链对付不了 怎么办呢 硬的不行 还有软的 有历史历史 无历史质 有主意了 你看这曾国藩不白白 叫康福 罗泽南 化妆改办 办成哪的呢 办成平化县 是三合会来的 三合会的事情 他们知道的非常清楚 拿了一张十万两银子的假银票 到野人山 到那人家能接待他们 通过关系 向花钱把野人山脚下一个店房的老板给收拔 这个老板跟周氏弟兄手下一个小头目处就不错 就这么着的 把那小头目就叫出来 寻以重金 能不能把我们的人带进去 就这样 他们是深入 学要大破 野人 曾国藩来到刘阳县 这么一摸底 把情况了解清楚了 有那么句话 有历史历 不历史质 人跟别的动物不同 就是有脑子 能开动脑筋 曾国藩就制定一个严密的调匪计划 派罗泽南和康福 化妆改办普通人 身份 是三合会的会图 我们要拿着十万两银子 跟天地会的人合作 拿钱收买 所以呢 他们进展的非常顺利 有人给拉线 就这么到野人山 见着周氏三兄 那周国玉 也不是简单的 周国玉一开始也不相信 经过多方的了解 对来人 这才放得起 尤其看着十万两银子的银票 高兴 现在缺钱 好几千人需要经费 这主动送了这么一大笔银子 也能拒之门外呢 所以特高兴 三言两语把这事定下了 定到下月 双方签字挂牙 然后争取合作 就这么的 罗泽南康福 了解了野人山的情况 秘密的画了一张图 哪块有人手把 哪块装的是梁台 哪块需要进攻 哪块需要走超道 画了一张密图 派人烧给曾国藩 曾国藩了解了情况之后 立刻下了命令 让王干 率的一千香羽 全是精锐 开到刘阳县 到刘阳县之后 跟刘阳县团量公所的团组 张义山 联合上 叫张义山出动三百团勇 一千三百人 开进野人山 临走的时候 曾国藩下了一道密令 这道密令交给王干 王干打开一看 明正了 把密令在怀里 一会咱们再说什么密令 因为他们有一张图 所以进野人山 没费 出一回之力 公币曲 战币正一个冲锋 打进野人山的心腹要地 一下就打到中心地了 周氏弟兄还不知道怎么回事 乖的就乱了 了不得了 官兵开了 周氏弟兄慌忙之间 踢刀上马 等来到山团 你看到处都是火光 冲啊 下 周氏弟兄心琢磨怎么来的 莫非从天上掉下来的不成 黑晶半夜也不知道 来了多数冠军 吓得是心惊肉跳 结果两军出的一块 让团勇把野人山就包围了 包围之后 周氏弟兄就打算凭着 人多势众决一死战 没想到这王干 按着曾国藩的指示 起码到前面 别打 先别打 我有话说 这周氏弟兄在马上提着刀看着 你是哪位 在下姓王 我叫王干 我们团练大臣姓曾 叫曾国藩 我是他手下的英文 我说 您是姓周吗 啊 周国瑜 我周大头领 我有几句话说好 为了避免杀人流血 咱把礼啊 咱赔一赔 能听更好 你不能听 咱们再打也不值 我说大头某 你这何苦 你领着四五千人 占据野人山 一没吃 二没喝 你们想造朝廷的法 谈得何容 你能反的成功吗 现在天兵一到 已经把你们包围了 放下刀枪 能够自首 能争取 重穿出现 我们曾大人摸了底 知道你们周氏弟兄是好人了 无非受了坏人的糊涂 你浪子回头筋还不换 对不对 放下徒刀立体称河 如果听了良言相劝 一笔勾销没有话说 不听 今天晚上我们要学习野人山 你们可一个也跑不了 你胡说 哎 姓王子 张艺山来没来 张艺山就在旁边 来了 我说你知道我们为什么闹事吗 张艺山是刘阳县团组 他名义之上 开始炼相遇 暗地之中不恶不作 无所不为 强霸民旗 既为己有人家的媳妇 他出什么霸杂 我们就为这件事火烧了 团链公所 张艺山是人中的一个败类 居然跟你们在一起攻打野人山 大家说你们服不服 不服 大伙说恨 王干点了点头 对对对 你们闹事 你们清楚 当然事出有些 你们说这个张艺山是配着人皮的狼 这话也一点不讲 张艺山一听 你怎么这么说话 咱们是一头的 你怎么还顺着他说 各位啊 你们不就是为张艺山 张艺山做了对不起 乡亲的事 应当按国法从事 如果把他铲除了 我各位还有说 真的假的 均无戏言 大家注意听着 曾国藩的密令拿出来 当众宣布 张艺山 身为团组 败坏道德 败坏国法军纪 应从严处置 着旧地政法 以平民愤 张艺山还在马上坐着拎着刀呢 一听 这真的是假的 王少官 这 把他拉下马 当着各位把脑袋给我砍下来 就弄过去 把张艺山从马上就拽下来 您胳膊给捆着 张艺山可不敢 冤枉 你身为团组 你干的是什么事 难怪乡亲们如此恨你 火烧了团练工作 你这是咎由自取呀 冤啊 你也就冤着点吧 开刀 咕噜 那么大脑瓜给看下来 闹事的这些老百姓看得清 曾大人真行呢 一碗水拼端呢 就是团练的人犯了法 也绝不如困 这亲眼目睹我 他脑袋看下来 王干命人 拿猪肝的把人头挑起来 挑着脑袋一晃 离远处也看得见 乡亲们 别闹事了 回家吧 放下刀枪 回家过日子吧 过去的事情 曾大人有话 既往不咎啊 没你们的事 赶紧回家 做奉公守法的良民吧 千万别闹事了 哪个不听 我们可绝不留情了 老百姓有一线之路 也不爱闹事 你看即使这样 把手里的家伙放 哗哗哗哗 算了 周氏弟兄一看 回来 别上当 他们这是不明教育 腰霉人心 弟兄们别走 吆喝不住 周氏弟兄一看 是大势已去的 带着一些骨干 杀开一个缺口 周氏弟兄跑 撤离野人山 那么到了后文书 咱还要提这仨人 现在咱暂且不提 总而言之 就这仗打得极为漂亮 没伤人 张艺山不算个人 其他的人都没伤 就解决了野人山的问题 大获全胜 把四五千人 闹事的一个团体 整个给瓦解 等曾国藩得着报告之后 高兴 曾国藩心花怒放 要照这样干嘛 还有点意思 原来脑袋都疼 看来 这个主意就对了 网站回来 多泽南回来 曾国藩进行了表扬 在这块住了半个月 一切都安定 边敲金凳响 胜利回归长沙城 等排着队一进长沙 手下的人都想 嘿 绿营兵怎么的 你们吃着国家的俸禄 什么活都干不了 一见着长毛子 下的腿肚子都转机 你看看我们团队 我们不是正式的军队 但是我们打得大声仗了 这回回去 各衙门不定多高兴 起码得得点赏钱 得听着几句表扬 连曾国藩心里也这么想 结果怎么样 十得其法 进城之后 长沙克官府对此事 表示冷淡 就好像没发生这事一样 各衙门的人 连闻也不闻 问也不问 曾国藩的心就不痛 见着洛炳章之后 洛炳章也不提这事 作为湖南巡抚 不闻不问 曾国藩有几次想要汇报 接着汇报的这机会 显示显示自己 洛炳章总是打岔往别的地方吃 曾国藩一气 也不提这事 到哪个衙门 衙门都是如此 回来团练的人不服气 他骂的了 这怎么回事 太不公平 大家心里都不平 曾国藩心说 这还有说 妒忌 这还能打得了胜仗吗 绿营 也是为了朝廷 我们练勇 也是为了保卫江山社稷 结果还没怎么立的 就分心眼 啊 好 你们不是都去吗 我要利用这个机会 好好练我的香勇 练得是越精越好 曾国藩也不提这事 从这天开始 是每天到教练场 训练相拥 他说曾国藩 这人值得学习就在这 这人办事极其认真 让别的人早泄气了 你不重用我 我灰心了 我不干行不行 我摔耙子了 曾国藩则不然 你越这样 我越干 你越瞧不起我 我要把腰板挺直了 挺直腰板 主要的靠我的阵容 看战斗力 所以曾国藩呢 起早谈黑 到南门外大教场 训练这只人马 每天被训练 四个时辰以上 四个时辰就是八个小时 那团兵是相当辛苦 排摆各种阵法 曾国藩是吃口饭就归的 有他兵着 谁也不敢懈怠 但是最近一个时期 曾国藩就感觉到 手下人才太难得了 教官不足 现在兵多官少 官也不少 有能力得不多 这一天呢 在屋里的郑北 这事发愁呢 王京七从外不经过 总管 大人 也您倒许 有人来拜望您来 谁啊 您还记得吗 一年多以前 在岳阳楼上 您认识一个姓杨的 叫杨在福 他来 哦 人在何处 在园门外 快请请请请 曾国藩心说 杨在福来 分别一年多了 这可是个人才 不知道这小伙子 最近这一年怎么样 正说话之间 杨在福 往着高大的身躯 从外边进来 大人 小人 扣拜大 起来 起来 来我看看 哎呀 曾国藩就瞅 杨概夫 一身军官的服装 绿营的军官 拔总的服装 拔总就好像现在 那个排长 跟那一色差不多 管这三十多个人 红光满面 曾国藩一看 非常高兴 坐下坐下坐下 两个人坐下 哎呀 谈着这个亲热 曾国藩就问他 在福 这一年多怎么样 大人 您忘了 您给我写一封建许信 让我投靠 陆忠诚 我拿着那信呢 就见着陆大人 陆大人 见着您的信之后 问我 你认得曾的人 我不认得曾的人 推荐你的人 你都不认识 那就是 兵部侍郎 曾国藩 了不起的人 我 既然他推荐你来 我言有不重用 之 曾国藩 正愁 手下 缺乏教官 没想到在这个结构眼上 杨再夫来 咱在这部书的开头 就介绍过这个杨再夫 他是个放财的人 水上人家 初见曾国藩 曾国藩 看他是个人才 给他写了封建计信 让他到湖南 找寻服 骆炳章 说骆炳章 能安排你的工作 你说你这么大的能力 你放开 不糟蹋自己了 我不欺人 杨再夫 拿着封建议信 来了 见着骆炳章 骆炳章挺高兴 马上就把他收留了 不但收留了 派在 伏标 右营 当了个外围的 拔嘴 把总啊 就跟现在的排长 差不多少 也没取他的材料 杨再夫就琢磨 曾大人 是我的推荐人 骆大人如此重用 我是个人 我得往人道上走 我规规矩矩的 踏踏实实的 好好工作 所以这杨再夫 表现的相当出现 骆炳章 杨也挺喜欢他 现在在绿营 他当了教官 就教个那些当兵的 大拳踢腿 十枪五霸 他这个差事还是不错的 也吃香的喝辣的挺美 他看着布告了 一看曾的人来到长沙 这我也能不去看一看 今天个特别请的假 到南门教场 来看曾国藩 这就是以往的经过 故人相见 亲热的不得了 哎呀 曾国藩心说 再夫啊 你来的可是真机会 他跟杨再夫说 再夫 我现在有个心想 你呀 离开绿营 最好到我的团链来 我现在缺少教官 那行 大人 有用小人之处 我是万词不词 那好 你现在就回去 听我的信 我马上就请掉 当晚写了封信 给骆炳章 骆炳章一看 要个人呗 一个小拔祖 那算个什么 马上批示 把杨再夫 给了曾国藩 要不说曾国藩 就这点高 识人 他一看这个人 将来有没有发展 有没有出息 毫不开他这俩眼睛 杨再夫将来 还了不得 历史上记载 将来做过 甘山总督 封疆大吏 一品大员 李立张军 那就是曾国藩 头一个认识他的 把他给抬起来 所以这杨再夫 你也知恩必报 自从要到曾国藩手下 他是精进业业 全自己的力量都使出 报恩嘛 训练团勇 十分满意 就这么的 团勇 练兵的成绩很突出 曾国藩 心里平高兴 一看行了 有罗泽南 有康福 最近就来个杨再夫 再加上王干 这几人也能支开套 但是还是人手不太够用 因为团勇越来越扩大 这个教官相对的减少 这一天在心里这么琢磨着 也没骑马 带了几个保镖 步行回城 回他的衙门 溜溜溜达达溜溜达达 从南门进了城了 刚走的顺城街西半 这个小狮子路口 在这儿出了事了 刚走到这儿 就听有人喊 快从那走 快 快 曾国藩就站住 把墨镜摘下来 看了看 发生什么事 他一瞅 提醒按查使衙门 有一会儿当差的 有七不个 用锁链锁这个小伙子 连拽再打 踹走 走慢了一点 就是望个望腿上削 打着这小伙子 摘着冷冷 这小伙子还不愿意走 是三步一回头 五步一回头 拽着练子 回头看 往后的一看 后的像疯了一样 追了一个女人 这女人挺年轻 是踢头散了 把鞋都跑掉 哭着喊着 把这男人给追着 过来把这个罪犯的腿 给抱住 春庭啊 你不能走 咱们活 活在一起 死死在一块 我不能离开你 当差 你看 你干什么 你耍什么 走 拽着你 就摆他这个手 这女的手 就露了死 后 说什么 也不撒手 有这么个时候 后来又追了一伙人 能有气不胳膊 穿的是百姓的服装 揉胳膊 挽袖的 也都是年轻的 追上来 一看那女人在这儿呢 过去把头发给耗住 呸 你个贱货 你还难舍难离的 你现在不是他的人了 你知道不 哎 你是我们马老板的人了 你回 你拖回去 连拽头发 再拽头 但这个年轻的女人哭着 劲还挺大 豁出去了 就是不撒手 把那小伙那腿抱着 蹬着 这人就滚成了一团了 这个街本来就挺窄的 这么些人滚在一块 招惹的 看热闹的 老百姓 全聚了不上 老百姓就看着 怎么回事 发生什么事 正好 孙国藩也在这 孙国藩也皱眉呀 听说光天换日下 是怎么回事 他也动了好奇的心 脉步过来了 接光接光接光 保镖也过来 闪闪 保镖往左右一分 众人一看 谁不认得曾国藩 大人 大人 胡大钞全闪开 这几个当差的 一开始平衡 后来一看 是曾国藩 绰号曾屁头 谁见着不害怕 脾行按插室 手下这几个 拆着你过来 曾的人 曾的人 你好 曾国藩把眼镜戴上 这怎么回事 这是什么事 还是这么回事 这小的是个兵痞呀 就指着那小伙子 他这个兵品 他把老婆卖了 钱他拿了 到时候他就不干了 那能行吗 都给人家出了手续了 不但不干了 还把人家买人家 那家给揍了 因此我们逃的人 十分动怒 让我们哥几个 把他带到官府 严加处置 就这么带着他不走 那个他媳妇都卖了 他还追来了 就这么回事 走 卖媳妇的事 是这么回事吗 被锁着那小伙子 原来拽着那锁链子 叫人拽着 他直不起腰来 曾的人这一露面 不拽他了 他把腰直起来 这一只腰 曾国藩抬头 你看 这个平平身高 能有六尺挂铃 比常人都高得那么一节 肩膀又这么困 五倍中有 放脸上一瞅 面色多少大点黑 骨子都赶着沾了 穿着衣服蓝褶 肩头哪都露着 看来穷困撩倒 别看这样 曾国藩离他特近 给他向向面 仔细看 就见这小伙子 瞳孔倍儿亮 曾国藩心中暗想 这人的前途 不可限量 这是个将才 曾国藩按研究相书 见着谁都给向面 一朝这小伙子个头 这个绑劲 再看这个眼神 就知道其中必有魂章 曾国藩一辈子有爱将品 这个是个毛病 就动了怜悦之心 这样吧 谁让我赶上 我想把这罪犯 带到我沈 暗局去问一问 怎么回事 你们看好吗 喂 曾大人 小人不敢做主啊 我们逃的人 发的话 让我们抓他 半道您给劫走了 我们回去没法交代 是啊 您放心 我现在就派人 跟你们大人打个招 跟儿等无关 好吧 带到审案局 刚一说到这 就被锁的那小伙子 哭通就跪去了 大人 您就是曾的人 啊 怨呐 我怨呐 曾的人 只要您能把我给救了 召集我们夫妻团圆 大人 我就是在您面前死了 我也心甘情愿 大人 我倒了没了 我就好比当年的薛仁贵 穷困潦倒 如果大人能救了我 召集我们夫妻团圆 我早晚必报大恩 我能保着您 跨海争动 肯定打胜仗 一切我全报下 曾国藩一听好 学妹乐了 提前说这是个粗人 哪有这么吹牛的 那薛仁贵就像你这样 别看这粗人 说的是实话 曾国藩点点头 好吧 有什么事情 回衙门再说 带走 这曾国藩呢 管的事也是太多 提刑暗查时 衙门 那衙门 应该是独立的衙门 装管司法 人家抓的人 搬到让他给接走 你说人家能满意吗 曾国藩带着犯人 回到衙门之后 没省堂问 没必要 就在花厅里落着 要问一问 马上把他兄弟 曾国宝叫过来 国宝 拿着我的拜帖 先到暗查使衙门 见陶的人 陶恩培 陶的老爷 跟他打个招呼 就说他要抓的罪犯 在我的审判 我审问完了之后 再给他送回去 是 班长 还有那一宿 问一问那个妇女 住在什么地方 告诉我 不要难得于她 派几个团兵 保护她的安全 不准任何人靠近 如有不理 严惩不怠 给保护起来 是 审案局出面 谁敢说别的 曾国坊全安排好了 穿着一身便装 有人把茶水泡上来 把那个罪犯给我带来 把那大哥的压进来 刑具撤掉 拨索拿下去 大哥的跪下 大人 你要什么名字 我姓鲍 我叫鲍钞 鲍钞 多大年纪 二十六岁 正是好岁 你在半岛上说那些话 我没评太清 不必着急 也不必害怕 要一无一时 从实讲来 切记 要实事求是 若有半字虚假 我可不答应 大人容平 他是 这么这么这么回事 这么这么这么回事 你有时候说了半天 什么事 我再这么说 你听不清楚 因为这个人呢 在本套书中 至关重要 咱得比较详细 得介绍介绍 这报抄呢 是四川省凤杰的人 要一般的来讲 四川人的个 相对矮着那么一点 但是这报抄则不然 天生的身高力壮 比一般的人高了一半 自由父母双亡 命挺苦 怎么办呢 浪迹街头 靠着给人家 打打工啊 卖点苦力啊 康康抬抬抬啊 靠着活着 哎呦 本钱身体好 劲儿大 一个人 能干别人好几个人的活 后来在18岁那年 他正在街上流浪的 遇上个出家的老道 这老道是四川峨眉山 清须灌着灌着灌着 清须上着 老道会无助 拿着个苍蝇砖 在街头上画园 一眼看着报抄 这小伙子 圆虎不将 长得胡头胡脑 非常喜悦 就问他 你是哪儿的人 你干什么 报抄说 我没职业 我长个傻的个子 我就卖苦力 清须上人高兴 就这样了 既然你没有什么固定的工作 跟我去吧 到庙上去吧 我管你吃喝 那感情好 清须上人 把他接到庙里 一开始给他安排 他干闲活 一日三餐 虽然是素摘素饭 但能吃饱 报抄心里高兴 这才大展 龙徒 报抄 到了四川峨眉山清须观 一看呢 清须上人对自己甚好 虽然庙上的生活比较清 但是三顿饭不愁啊 用不着像再早 鸡一顿饱一顿的 很有规律 所以报抄挺高兴 你得看报抄是个粗人 眼里他有活 清须观所有的活 他全包下了 你说挑水 砍柴火 扫院子 干种活 跑到送信 甚至别人 那个洗脚水 他都给烧 这个人要勤快啊 走到哪都受欢迎 古今中外皆通音 顾个人 你得问 会来事吗 眼里有活吗 有活 这人可聪明 你不用告诉他 他这活主动全干了 这种人走到哪 哪都欢迎 吃饱了 坐那就打肚了 眼里一点活没有 有什么事就支一下 动一下 不支是就不动 这样人待哪也不能吃香 所以这庙里上上下下都反映说 这姓抱的这小伙子不错 清须上人一高兴 那好吧 就收他为徒弟 升了阁了 这徒弟身份不一样 原来是大杂的 现在正式的弟子 开始传授他武艺 这清须上人 功夫不错 交给他刀枪顿瓣 辅阅勾插 长拳短打 各组功夫 杂硬功 顿操 他本来体脂就健壮 原来就会两下五八超 再有名人这一指点 功夫大有掌机 咱这么说 四川峨眉山 道教也好 佛教也好 会无异的人不在少 峨眉派自称一派 但是在这个表演的时候 在比赛的时候 谁也不是报钞的对手 报钞是年年名列一名 情绪上人当高兴 收这么个徒弟能不高兴吗 给他争光露了脸 后来就劝他 害怕 你干脆把头发挽起来 换了装束 你啊 当老道 当老道无措 清静无为 一事无争 将来我不在了 你就是我的接班人 清虚观就属于你的了 你看多好啊 愿意不 要愿意 哪天咱就举行个仪式 我正式收你这一天 报钞 把那嘴绝多高 老师啊 我不干 我不喜欢当老道 心里头明白 太辛苦 一点意思也没有 嘴不能这么说 这个这个 当老道 讲却清静无为 到时候一念经念起来 没完 我还不认得字 我也记不住 是否 我不当老道 清虚上人就挺不高兴 怎么劝他 不干 后来就不勒他了 那不勒他 你在这待着也行 他不好好待着 有一天喝多了 跟手下的师兄弟 发生了口酒 他咚着一拳头 打到那师兄弟 鼻梁鼓正眼 一下把鼻梁鼓给打碎了 这人休克了 有一个月 讨全被死 为这事 引起轩然大波 后来 清虚上人 没办法了 把他捆起来 揍死 五十板子 五十板子是戒板 告诫他 打完了 罚他做苦意 我这报朝一琢磨 他这干太没意思了 走人哪 死地不养结 还有养结处 我他这受这罪干嘛 老师也不带进自己 后来夹个包 就离开了情绪观 照样过他的流浪生活 他觉得现在我有能力了 我汇集下五八超 我比当初吃绑定的多了 这么大个世界 在哪还吃不了一顿饱饭 结果他想错了 想错了 难哪 吃饱饭 哪那么容易的 处处碰壁 反回头 还不如在庙上好 他后悔 后来他当兵了 他心说当兵正对路 我练的就是武艺 吃粮当兵呗 好好的干 打几个胜仗 将来一步一步提升 还背不住 官一下子 他又想错了 没有门路 你上哪提升去 你没钱 不认得人 走不了后门 你上哪提升去 干了二三年 那个苦没少受 泪也没少出 结果蹦的来蹦的去 还是大头兵 还是大头兵 他有点心灰意了 第三年 正好赶上太平军骑士 洪秀泉 在金天村宣布 起义 永安建国 正式建立太平天国 这一折腾 清政府还了怕 四面八方 调兵清调 正用人之计 他又改了军轴了 投靠到向荣部下 向荣咱说过 过去有出戏叫铁公鸡 项爽 项龙认人 我来看这小伙子 叫报超 个头 功夫都挺棒 所以呢 就提拔了 当了个市长 还管十个人 还真不错 报超一想 这回可遇上人了 我得好好干 也干这倒霉 头一次战斗 动炮子了 咚一炮子 打得赶着握上 这一下子 一并不起 成商号 向荣呢 围追太平均 不可能固定在一个地方 老打仗 老跟着走 向荣临走的时候 给安排到一家 这家姓伟 在广西 你就在这家养伤吧 给这家洗两银子 我得你养好了 你得找我去 向荣领的大队人马走 哎呀 他个新的回忆了 在老伟一躺 心说 我怎么这么倒霉 刚见点起色 中了炮子 也不知道将来啊 这哥们能不能保得住 老伟的有个姑娘 叫菊英 菊英这个丫头 是古诗的农户人家 天天俗事 他给他换药 请郎中给他治伤 一天给他做饭 人嘛 一来二去的 经常接触 所以这报钞 跟这菊英 就有了感情 有了感情 后来两个人呢 就 还是山盟 非你不娶 非你不嫁 两个人发了誓言 等报钞伤好了之后 菊英跟父母说了 我打算以身相许 我看他够个男人 我要嫁给他 父母一想 农村这么苦 这报钞 也够个人物 别看没什么能耐 但是早晚 很难说 就这个头 这块 哎 嫁给他也可以了 父母也同意了 两个人结了婚之后 要说吃点饭 才不成问题 但是报钞 至不在此 报钞那心没死 一心想追相龙去 找着相帅 他识人呢 我跟随相帅 早晚立功 肯定能提拔我 我不能就此 了却了一声 跟媳妇一说 你在家看家 我去投靠相罚去 这媳妇一听 我是你的人了 你走到天涯海角 我得跟到天涯海角 你能把我扔到家里 那算怎么回事 你身边也得有个人服侍 跟父母一商议 夹着包 跟着报钞 一块走了 带着老婆去找军队 原来他一打听啊 相龙在长沙 他就带着老婆到长沙来 结果到时一打听 相龙早走了 跟随太平军奔僵明了 哎呀千里迢迢 现在在哪住军不清楚 包钞一看傻眼了 哎呀 这变化怎么这么大呀 带着老婆住在长沙城里变房 您讲 本来就没什么钱 路费就有限 人吃马 把位方这一住两口子 坐吃山空 受得了 钱没了 变房掌柜的天天要账 怎么回事 签了六天了 六天了 什么时候给 我你照这样 把你牛送官府 报钞说好的 掌柜呢 你高个手 我这找亲戚没找到 我现在想方设法赚钱 赚了钱 我一定给你 我绝不拖钱不就得了 说不拖钱 这哪儿挣钱 那钱不是好挣 天天见人逼账 逼得自己都有点发疯啊 这后悔就甭批了 这点点兜里抠嗖抠嗖 还是五个大钱 拿这五个大钱找到个饭馆 要不起菜 打了二斤白酒 要了一碟花生仁 这还够 一口气把二斤老白杆全喝 嘎嘣嘎嘣嘎嘣 心里就烦躁 听说怎么这么倒霉 下不应该怎么办 穷困潦倒 这才值得一文钱憋倒英雄汉 我现在 大没得可大 卖 没有值钱的玩意可卖 这值得怎么办呢 这 二斤酒一路肚脑的一发胀 做垂势 他的神志就不清了 无私乱想 把酒壶甩了 吃饭的人吓一跳 就是这位有病喝醉了 都看着 哎 你们都听着 有没有买老婆的 啊 我要卖老婆 我就钱别疯了 谁拿出二百两银子 我就把我老婆卖给他 绝不食言 一般的人以为他喝醉了 耍酒疯 不理他 也有有心人 有一个人是个皮子 你看那酒饭茶寺 经常有皮子 也没有正当的职业 这皮子过来 哎 老兄啊 你是不是说醉话 你才说醉话 喝醉了心里明白 那你说的是真的 那当然是真的 啊 二百两银子 你就卖你老婆 你老婆在哪 在五王家店房 无心你去看看 人样子 拿点出手 那样你这岁数不大 你老婆岁数也不能大 我说啊 我可不是闹着玩 我给你介绍一个 啊 中间得有我的好处 我说你听信啊 我一会就回来 哎 回家 再给加点酒 加点菜 给钱我出 先加他等一会 这皮子就走了 找谁去呢 找他们掌柜的姓马 啊 棺材铺的掌柜 有俩钱 老伴死了 打算续嫌 这嫌不好续 没有合适的 为此这马掌柜的挺犯愁 说了不少朋友给他介绍 其中这皮子就知道这件事 来找马掌柜的 跟这事一说 马掌柜的说是吗 光听小说上有卖媳妇的 这还真有啊 那人在哪 在饭馆呢 你跟我去看看 马掌柜的就来了 马掌柜的46岁 来了之后 见着报酬 这么一问 真的 真的 你看看你媳妇 那不看看 这钱也不在少数 报酬 迷迷糊糊糊的领着他们 回到店房 这是酒后 无德呀 这酒要少吃 是要多 平衡好的人 你喝那么多酒 干嘛 酒入愁肠 酒入欢肠 入欢肠了 他不醉 入愁肠 你就更愁 爸呀 把门开开 领了一大帮人 这媳妇不知道怎么回事 瞎愣了 你又喝多了 没事 让他们看看你 这媳妇还不知道怎么回事呢 马掌柜的门外一看 呦 这媳妇真不错呀 个头腰条 团团脸 大眼睛毛糊糊的 看这意思很朴实 是好人 就愿意了 拉着报仇又出去 我老爹 你真心 真心 不反悔 哪有反悔的 我现在就给你四十两银子定起 人我接走了 钱我给你 一手钱一手货 你得给出个手续 出了手续 就出了手续 鞋子 这白纸画黑道 嘴头说没有用 现在也是打官司得中证据 你说再有理不好使会 白纸拿来 人家觅好了词 给他念了一遍 行行 没说 二百两银子 交了四十两的并钱 愿意把媳妇 出卖给马老板 绝不反悔 啪啪写完了 同意了 手牙点 按就按 还有一张再按 这玩意可不是闹这玩意 下笔千斤重 白纸画黑道 一字入宫门 九牛都拉不出来 那轻易就写那玩意 轻易就 按手牙 要命这玩意 拿到官府 一被按锁的档案里头 一辈子 几一辈子 这玩意也存在 你也发不过个儿 所以报钞一面之差 卖了老婆 报钞 酒后无德 把老婆给卖了 给人家欠了字 给人家欠了字 划了压了 人家把定钱留下走了 明天来接人 他呼呼睡了 等一件醒过来 天还没亮呢 他口有点渴 媳妇 菊英还不知道发生的事 打来水 让他喝 锅儿刮的 像咽驴一样 咽饱了 咽咽咽 脑袋 想起来 哎呀 我那是做梦 是真的 看看 手指肚红的 咽它呀 想起这是真的 哎呀 脑袋嗡嗡之下 还手下一看 白花花的四十两银子 证实都是真的 你说这玩意在反悔 怎么反悔 白纸画了黑道 他把经过 跟菊英说了 菊英也哭了 夫妻二人 抱头痛哭 天亮人家来 要人来了 拿着那一百六十两银子 一手钱一手货嘛 小叫 还来了 老板还挺高兴 把屋里都收拾好了 还真等着 徐贤的媳妇到家 还热闹热闹 亲友都下了通知了 这一接人来 报钞就散毁了 报钞把眼一瞪 干什么 你们想干什么 哎 干什么 那昨天讲这事 你忘了 这是你 出去手续 他妈我喝多了 没那么八宗事 就把这四十两银子拿出来 给你 滚 那人家能干 一怒之间人到衙门 就把他告了 到了提刑 按查使衙门 出示证据 怎么怎么回事 逃的人一听 这还了得了 这需反悔 马上派出差人 逮捕问罪 这事 把这女人 就断给人家老马去 你出去手续 怎么说怎么事 所以欺负个小伙子 拽这鞠鹰 往家拽 说是你是马老板的人 断给他了 这边官府 把报钞抓起来 锁上 都要送到官府 治罪 这就是这么回事 报钞在曾国藩的面前跪着 声泪俱下 把经过一无一失都说 就是这么这么 这么 曾国藩听完了 信说报钞 人品恶劣 人品不怎么定 就是酒后无德 也发自你的真心 你不怎么想起卖老婆来 你亲口介绍 你在受伤期间 这个居英床前床后四封 对你有恩 你穷困潦倒的就卖老婆 说你喝醉了 那是找借口 这人的品质 恶劣 曾国藩的心就翻了一下个 就想不管 但又一琢磨 用人之计 行有可原 在历史上许多名人 也曾有过这种事 无企 不就卖过老婆 无企 因为当大将 卖老婆升官 那还是历代的名人 哎 穷疯了 也可以谅解的 不过这组人 将来得对他住点意 得又仔细给相相面 抬头 嗯 曾国藩 你看这个人呢 眼神有点飘忽不定 可以内用 不能信人 这人脑后有反骨 这就冲这一手将来 背不住就背叛了 曾国藩还真就说对了 真就说对了 但是现在用人之计 就他这个图 就他这个能耐 看看吧 以后再说 爱降体 报仇 你做这个事 做的真不怎么样 你真不是个人 当然 你怎么骂都对 我真不是人 真不是 真不是 别打 别打 下不为例 办任何事情 我良心的刻正了 你懂 是是是 这回给我的交情太深刻 我对不起 这样吧 人非圣贤 熟能不过 是不是 金无足赤 人无完人 你是个年轻人 可以亮起 你这官司到我这 就算完事 好的人那边 我派人去 进行解释 我就把你留下 召集你们夫妻团员 往后 你在我的团练 大团里的任职 当一名教官 你可愿意 啊 你说什么 最没了 在我这大团里 当教官 你乐意吗 哎呀 我的恩人 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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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科那么 大个包 真心的 生了 大人 您是我 重生父母 再造这面 我今生今世 绝不忘 大人的恩德 你叫我 干什么都行 我愿效 全马之劳 好吧 但愿你口心如意 今日今世 你说这话 你记住 我能忘吗 您可费 佛脑子里 磕了磅了 绝不会反悔 站起来吧 呗 来来 大人 我写封信 送到提刑 暗院衙门 跟陶的人 解释解释 就报仇 我留下 我留下 关于怎么事 我进行处理 另外跟那掌柜的 姓马呀 就办了一下手续 把原来那自己撤回来 也别让人家受损失 在我的账上 只是五十两银子 算人家的损失费 把那个巨婴 也接到这儿来 是 到这儿去办 中国还有权呢 雷厉风行去办 把巨婴也接了 这个消息就在团练公所 就传开了 他们说这大人 干嘛呀 这是把一个罪犯赦免 无罪 还收他 当教官 看着他什么了 虽然说大伙没敢 跟曾国藩提 曾国藩也知道 大伙是这么想 回来压下大家的口舌 曾国藩乐着站起 好超 下面洗个澡 换套衣裳 再来见我 哎 下去好好洗了个澡 哎呀 那些人一看都撇走 这盆水洗完都是泥汤子 一手这位大概三年没洗澡 哎 这回洗完了 换套新衣服 这报朝长得好 个头也大 没大眼 这一洗完了 早换成衣服 变成俩人了 大便输得溜光 再来见曾国藩 曾国藩看着 真是虎将 大脸盘子 你瞅真是虎将 把咱们大团的头领 全都请了 王干 多则难 等人等人 大小头目 各位 我给大家介绍 此人叫报朝 从今天开始 任咱们团链里的教官 宗教官 今天叫大家看看他的武艺 我报朝啊 好好谢谢义 让大伙给你指教指教 人们闪在两旁 就在这院里 报朝行说 有钢的屎的日子 现在是我出人头地的时候 报答曾大人 让我带自己力 抬胳膊抬腿 没有半点崩挂之处 蹭一村 跳到院里 真是福智心灵 冲思外一报全 各位大人 我报朝献丑了 粗拳奔腿 求大家指教 哎 我这一塌要双掌 一塌身子往前一蹿 练的是梅花拳 梅花拳 讲就是内容外刚 看外面 行军流水 只劈雷闪恋 要讲内在 养气养神 一顾 基础 曾国藩虽然不懂的什么叫武术 但他也见过不少 在场的都是练家 人们都是行家里手的 看着 练得真不错 一开始慢 后来快 双掌挂风 呼呼之响 练完了 收招定 失望的一战 气不长 除面不更色 掌声 掌声雷动 哇 曾国藩看了 看周围 就说你们不说 你们没有一个能赶上报超 论财学 可能比他高的多 论武艺 你们差得远 我超啊 再练练 气械 是 还有几条大枪 后把一压 前把一分 突突突突乱点头 把大枪在手中 一里跟面条一样 练汤大枪 枪练完了 练单刀 单刀练完了 举顿的和失所 两臂一晃千斤之 在场这人 无不精彩 这一下全给震住 在跟人练完了 难能可贵的事 不是大口喘气 不是脸上那汗也下来了 不行 没有 没事一样 气不长 除面不更色 还是那么从不 证明人家基础身后 公底身 这下全服气 哈哈 好 各位啊 让报朝在咱们营中 做明宗教习 大家觉得怎么样 同意 反常 太够格 报朝是荣光焕发 信说从今之后 我良事为人 我得报答赠的人 我得报答赠的人 曾国藩传话 咱们今天 来的人才 杨赛福也来了 我心里特高兴 今天放假一天 大牌宴宴祝贺 迎接二位人才 大团里的排白酒席开始祝贺 他在这祝贺 麻烦来了 麻烦 什么事 提刑按插使司 陶恩赔 陶恩赔 陶的人挑离了 陶的人一开始 家人 首先那差人 回来了 就跟他讲 您让抓的那个人 叫报朝啊 叫曾国藩 给结起来 曾国藩 结起来 他干嘛 我们正往回抓人的时候 正好碰上他 他说 他想过一趟 问了 问完了 再把人给放了 是放啊 是交给您的 那再听您的 现在他把人带走 你陪听什么 你曾国藩也太有点不像话了 你管的事有点太过了 我抓的人 你给接走 算怎么回事 一会儿又来人 拿封信 曾国藩写的 说据了解 报朝情有可原 属于酒后无德 现在这事我给判了 判他无罪 我收留他在大团 当一名宗教官 这官司呢 就算了结了 陶恩培一看气 老瓜之不 新人说 这曾屁头 你管的事也太宽了 你管得着我的事 你不就是个团练大臣 你现在要包办代替 是什么 顺教 把教的给他准备好 陶恩培这老头子 快七十了 迈步上了教的 呼呼之蠢 一直到了巡抚衙门 见湖南巡抚 骆炳张 骆炳张 一看这老头子来气的 胡子都撅起多高了 我不知道怎么回事呢 两个人都是好朋友 还沾点亲切 分宾主落座 骆炳张就问 怎么了 烦了 烦了 我大人 把湖南就交给曾国藩的了 我们不干了 不干了 要我这个提刑按插使 什么用 我抓的人半刀他给劫走了 明明此人是个冰痞 冰痞把老婆都给卖 什么叫酒后污垂 像这种停滞恶劣之人 应当从严治罪 他不但没治他的罪 您看这封信没 还什么伪他当个总教席 让他教官 我接的案子 他那个判没事了 我说巡抚大人 有这理儿没有 朝廷封官设职 各司职守 各管一盘 他一个团练大臣这么干 我岂能 如饶 提刑按插使 陶恩明 找骆明章 状告曾国藩 还是那套词 说曾国藩 太专横 发护了 手爪子 身体太长了 该他职权范围内的 他管 不当他管的 他还管 这还了得 长辞下去 湖南省文武衙们 多余啊 我们都没用了 将他一手折天 得了 得吧 得 得吧 得 说了好半天 骆明章在这听着 没做回答 心里头有处 骆明章 咱不止一次说 老油条啊 在官场 二三十年 当初的时候 做过支县 做过支州 支府 道远 当过 布正使 按插使 这个衙门 那个衙门 多年了 现在生的 寻福 经验丰富 对官场的事情 他是深知 他心里头有数 他心说 曾国藩 不愧是 一员干将 实事求是 非常认真 如果大清朝的官 都跟他一样 朝廷就不会 烂到现在这个程度 也都像曾国藩那样 就好了 无奈这些人 昆庸 腐败 不求有功 但求不过 一个比一个懒 一个比一个华 才烂到今天这个地 曾国藩 好样 我佩服 但是藩回头来 他对曾国藩 这种 朱文恒 管的事这个多 不听话 他也有反感 心说话 你一口气杀13个人 连王旗 你都不请 什么事 你自己做主 把我这个寻服 没摆在你心里 要我什么用 你叫我这个寻服 怎么当 所以心里也不满意 平陶的人 说完了 笑了一下 哎 算了算了 医生啊 就是这个脾气 早晚 强梁人 惹火 招灾 算了 啊 这事 但能且过 就让他过去 他问 忠诚大人 你要这么说话 我可就没词了 不过 要有曾国藩 在厂上 我这官 我肯定我不干 不光我这么说 您了解 了解 哎 连咱们湖南提督 抱起抱 都恨他的牙根 痒痒 这倒是个新发现 哎呀 骆冰章一琢磨 包起抱 还恨曾国藩 他俩矛盾从哪来 他心里他一放个 真要是这个混蛋提督 反对曾国藩 那么就能打打他那气眼 你看我默不开说 包起抱是个混蛋 他可不管三天是一 借助包起抱 呀呀 曾国藩 这也不实为是个好办法 哎 表面他没露声色 哦 这话我就不明白了 暴君们和笛声 有什么矛盾 哎呀 大人您怎么不知道 他是这么回事 啪啪啪啪 我经过介绍了一遍 说完了 骆冰章心中说 好了 有好戏看了 嘿嘿 曾国藩呢 你要是真把他给得罪了 恐怕你在湖南就站不住脚了 那么说 你说的这儿 暴起暴 和曾国藩有什么矛盾 无外乎观察这一套 小孩没娘说起了话长啊 就是曾国藩 接任了团练大臣之后 到长沙开展工作 把那大团的一千多人 拉到长沙 咱们说过曾国藩 值得人学习的就是认真 就是实事求是 要么我不干 我要干 就认真去干 绝没有掺康 食水啊 弄虚作假 没有 他这个人就是务实 这一千炼勇到了长沙之后 曾国藩 把他们分成等级 怎么样训练 日常都应当干些什么 抓的就特别紧 特别在操练这方面 十分认真 为这个事啊 他先找过暴起暴 暴起暴 是湖南提督 按现在的官衔 就好像湖南警备区司令官一样 带兵的头子无官之手 所以呢 曾国藩找过他 说暴起门头 你看今后这个训练怎么办 南门外打操场 就这么一个演兵场 我看咱这么办 平时呢 我的团友 你的绿营兵 咱们分开练兵 互不影响 好吧 如果呢 为了想提高 最好 五天会一次操 五天咱集合起来 开始会操 您看怎么样 奥起暴一拙 这个当兵的 战时拿起刀枪打仗 平时训练 则无旁贷 无可非议 要么你吃着黄粮 什么也不甘心嘛 一听曾国藩说的有道理 但他这个懒散惯了 不爱练兵 常年也不练 曾国藩这一提 他就皱眉 曾的人 这这五天就一会操 您那意思 绿营团勇 在一起会操 对 我忙啊 我这烂摊的事 一天摘不开身子 曾国藩知道他找托词 知道他懒 曾国藩说这么 您忙忙您的 五天一会操 这事我来抓 我亲自解约 您看怎么样 啊 好啊 好好好 哎呀 那就委托低声了 曾的人 您就多受累吧 五天一会操 我们一见 嗯 这个事您就一手去抓 您认真负责 我拜托拜托 许多报起报的同志 所以这半年多以来 抓着会操的事 就是曾国藩主 哎呀 一尝了 曾国藩才发现 这绿营呢 哪像国家的军队 咱举个例子来说 从会操那天开始 这人就没到齐过 按制度说 一次绿营 五百人 那几千人轮流着换 这五百人 零多到一半 能来百分之五十就差不多 曾国藩就琢磨 我管不着绿营 我抓的是团勇 张一个眼闭一个眼 哎 越这么的还越糟糕 后来这曾国藩就琢磨 不行啊 这哪像国家的军队 平时不练兵 战时就发蒙 这要长毛子来了 还能打仗吗 这兵不打败仗才怪事 心里都急 后来就琢磨 这事我还真得认真地装 人家暴君们把这全给了我 人家委托我 我不认真 我算个神马东西 绿营也好 团勇也好 不都是保卫大清朝的江山社区 这还有好娘带来的 我得一视同仁了 所以从那天开始 曾国藩 每封会操的时候 皮挂整齐 骑着马 挂着宝剑 到演兵场 各个角落 亲自堵练 绿营就来不齐了 所以告诉 下次下不为例 告诉那些没来的 没有正当理由 一律不准请假 哪个不来 军阀从事 绿营兵根本就勒 不勒他那胡子 你说你 你咋我什么你 你不是个团练大臣吗 你管的都是那些乡不佬 我们是正式的军队 我们是绿营 你干嘛你 你多策一句 我们就不来 你能怎么的 按军法从事 你敢吗 我们上的有暴军们 还有我们的副将 清德 你算个什么 绿营兵心里都这么想 可没想到曾国藩真认真 你剩下三百就三百 剩下二百就是二百 一天操练在四个时辰以上 那不是说一二一开不走 唱唱军歌 耍不两下 刀枪就拉倒了 那得认真练 攻杀战手 排兵布阵 有一样不熟练 给我从头来 哎呦 这可就要了命 这些绿营兵 浪贯 原来曾国藩不来的时候 根本不练兵 就即使会操 也走走行事 吊耳郎当 来了 有的那干脆就不来 花钱顾个人穿上号衫 你替我去会操去 然后给他俩钱 资格在军营里干嘛呢 什么乘凉啊 什么聊天啊 要不下馆子 逛季院子就干这个 您说这个兵 能打得了胜仗 腐败的兵的 当官的也是如此 也不装 这回曾国藩这一装 受不了 每天操练回来 累的是腰酸背腾 躺在床上 哼哈 吼齿 这帮绿营兵 回来就讲究 他妈这 他妈的 增剔头 真他妈不知东西 拿咱们不当人呢 跪下起来 爬下起来 没完没散 不管有泥有水 就愣爬 不管拿得动 拿不动 非得叫拿起来不可 哎呦我这胳膊呀 我这曾剔头他怎么就不死呢 还要不死 咱们算落到后娘手 有的就骂 对 这个曾剔头 你说你管乡不老 你管得了咱绿营吗 咱的军门和副将都不说话 你说这什么时候是个头啊 有的还说 这是乡乡人 乡乡就是 跟曾国藩 同乡的人 了解情况 哎各位 我向你们谢个命 大伙都围过来 什么事 你们知道那个曾国藩 他不是人吗 妖精变 哦 这话怎么解释 哎呀 我们是同乡最了解情况 在曾国藩没出生之前 他娘做了个梦 你猜梦见什么 梦见一条大蟒蛇 这么痛 有那么长啊 日溜从嘴里转肚子里 他娘惊叫了一声醒了 肚腐疼痛 行根就生了这个曾屁头 这事没有不知道 他是蟒蛇精一转 到了人世间呢 专门护了这人 折磨人 要不咱们怎么受这么大的罪呢 你们还不知道呢 曾国藩你看 人吗狗样的 到晚上睡觉的时候 他那身上刺呀 他那挠我挠我挠我 不挠出血了 没个完 往身上的肉皮 能装一二完 是啊 他怎么把他养死 活受罪 其实这种传说 还真是久而久之 没有不知道 有的书上都有记忆 当然这是一种迷信 但是曾国藩身上长选 这是千真万确 这种病一直伴随他死不去 这种完症就治不了 那呀刺养起来 少不了了 浑身痒的 好像那小虫子兵笔 曾国藩的确有这病 谢的就怕老乡 这些绿营兵子们一说 大伙连骂 这口气算过去 可是吓唬会操 硬着头皮还得去 这没有办法 该招出事 该招出事 年积月累 这矛盾 就不是一天两天 曾国藩就琢磨 这人头老不齐 一旦长矛的 卷土重来 怎么办 打不了仗 指挥不灵 这回他狠抓一下子 因此呢 他跟副将清德 商量这个事 抓会操的事 是绿营兵的一个副将 叫清德长官 说您能不能到演兵场去呢 我也忙 我陪着暴军门都有事 这事您就负责就得了 从会操那天开始 这清德就没到过场 曾国藩请他数次 他也不来 你说这矛盾不就有了吗 后来曾国藩一琢磨 又到了出八了 出八该会操作的 这回得抓出城镜 他怕人头不齐 事先呢 贴了一张布告 这大布告贴出去 不管是叫军场 还是城门 全贴上 小玉绿营兵和团勇 明日会操 务必全体参加 全体官兵一个不准缺席 哪个缺席是定战 不饶 六月初八 是绿营和团勇会操的日子 曾国藩呢 就怕人头不齐 这次破例 出了告示 以亲命团练大臣的身份 小玉绿营 全体士兵 和团勇 明日 这会操是极为重要 检阅这半年来的成绩 不管是当官的 还是当兵的弟兄 必须一批参加 不经过曾国藩批准的不给价 如果哪个要耽误了 按军队从事 你说这个事也巧 该找处事 这个绿营的副将叫清德 副将也是二平官 那武将之中也不小 这清德呢 就看不起这曾国藩 平时就别扭 他那绿营经常请假 也经过他默许了 他就默许了 不去不去吧 不就当兵的赶吗 他还支持这些绿营兵 不去会操 有意的拆曾国藩的台 初八这天呢 他还真有事 他不能参加 他四妾 你看他不怎么的 四个老婆 第四个小妾 要过寿日 要过二十五岁大寿 二十五还算大寿 头些日子 他就准备上 准备在长沙司官两面 好好热闹热闹 以他小妾二十五岁 寿日这个名义 这叫飞帖大网 干嘛 想呀 搂一笔 你看现在不也有那样的吗 什么 六十六了 名词很多 利用这个名义 请点客人来 大伙随点礼拜 一人一百 这往逃出花去 还能赚点零花钱呢 以各种名义 飞帖撒网 就干这种事 这清德就想干这个 所以时间就准备了 这个席都定了 还挺热闹 手下没人张了不行 他在手下的绿营兵里头 挖出六十个人来 聪明伶俐的 告诉他们出发哪都甭去 早早的上副将府 帮着我张了 张三李四把这都定下来了 这些人起码不能出操 但是这些人也有胆小的 出发不能出操 出发正好是大操的日子 会操 他们就看着曾国藩的布告了 有那胆大的把那布告撕下来 来找清德 大人 你说个耽误不了啊 曾国藩都红了 您看得告诉 告诉不管当官的当兵的 一律的参加呀 某时就点名啊 头某不到八十军棍 二某不到插舰 游营三某又不到 按军法严惩 这玩意 怎么办呢 这真翻了脸 我们害怕 别他妈听他的 哎 我说你们怎么说这话 我说你们开谁的响 还不是在我这开响呢 你们是属于国家的零啊 根本他管不着啊 他生剔头算个节 别听他放屁 不去 不去 万一怪罪下来 有我呢 你们六十个烙忙的啊 一个也不准缺少 就不给我烙忙的 不愿意去 也不去 就他妈开他的台 听他那狗放屁 把告示给撕了 英兵一看 副将大人给撑交 胆子就壮起来 单说到了六月初八这天 天还不亮 曾国藩是全身披挂 挂着宝剑 同窥 铁甲 你看别看他是文官呢 会操 他也得穿军装 带着亲兵卫队 骑着快马 到了南门外大叫场 他手下的一千多相拥 早都占好队了 那个整齐劲就崩提了 咱掏心窝子说句实话 曾国藩手下的一千多团勇 各个能争贯战 比那绿营的素质强的 不知要多少 尤其归曾国藩管 当官的当兵的 谁也不敢迟到 认真对待 都知道曾国藩的贫血 瞪眼 不饶人 咱就整整齐齐 齐帆招展 盔甲鲜明 刀枪明亮 你再看绿营这头 完了 应当参加是五百人 稀稀落落的 好不容易凑了 不到三百人 而且这三百来人 穿衣不整 戴帽歪鞋 吊耳朗当的 有的连脸都没洗 到这站着还只打晃 曾国藩这一看着气 蹭就撞到脑门子上 曾国藩心说好啊 你们这诚心跟我过不去 一会咱们再算账 他强崖怒火 站到点将台上 告诉罗泽南 王干 演兵操练 开始 刮刮刮刮 你也团勇 认真练 排摆各种阵法 攻杀战手 练各种硬攻 曾国藩要求必须得过硬 练出真本事 老百姓一般爬不上的墙 你得爬上去 老百姓搬不动的东西 你能搬得动 没这么过硬的本领 怎么能行呢 暂时你不得留学吗 你不得死吗 到了中午了 说今儿这天也真变腻 六月初八这天 其热 高温都超过四十度 本来湖南就热 南门外大教场 一棵树也没有 太阳在高空挂着 火啦啦射着光芒 脚底的沙都烫脚 当兵的 披挂整齐 腰里扎着袋子 脑子上包着头部 汗流如雨 受老了罪了 团勇再累 再热 不敢说什么 绿营兵可受不了了 练着练着就骂上了 骂的来 拿我们当驴 还赶不上驴呢 妈不干了 练的半道走溜一半 不到三百人走了一半 还剩一百多人 到下午再练的时候 剩下不到八十人 这边团勇 密密麻麻 那边绿营 稀稀落落 没人了 曾国藩是人不可忍 领着人 到了绿营这边 停止操练 停 罗泽南把黄旗啪啪啪一摆 都不练 罗泽南立刻下达命令 刀枪放下 稍事休息 曾国藩卖部 来到绿营兵进前 你们今天谁带队 值班的是谁 值班的有个姓曹的都司 都司是官啊 姓曹的战战兢兢出人 报告 报告曾大人 今天我值班 你们应该出席多少人 五百 你看看现在有多少人 是 他有些特殊原因的都不在 什么叫特殊原因 你说 你是带兵官 你又是知识官 你最了解情况 这五百人怎么回事 当众跟我说明白 诶 读思心说 我倒霉不 都跑了拿我撒气 回答人 诶 据卑之所了解 诶 出席应当是五百人 有六十个人不能参加 因为今天我们副将 清德呀 办喜事 手下没有落围的 所以在我们这个军队里头 拔出六十个人 上那烙麻去了 这不还剩四百四呢 另外还有一百四十名 闹病的 好度拉息 外带利己 卧床不起 来不了 所以呢 就剩下三百人 这三百人刚才练的 练的太热了 所以呢 实在受不了了 他们都是身体衰弱 就这么的 走了有一半多 就 剩下这点 混蛋 跟谁请假了 是你批准的吗 回答是 我没批准 他们就溜了 我管也管不住 好 好啊 罗泽南 罗泽南是曾国藩的人 哟 你带几个弟兄 马上进城 给我查一查 今天该出操的 不来的都是谁 张王李赵 把名字给我记下来 实地访查访他 他们都在干什么 晚上我听你的汇报 是 他走 全体集合 话全集合了 这回也不热了 站得鼻管挑直 曾国藩开始训话 曾国藩的心挺沉重 弟兄们 咱们吃的是朝廷的奉路 吃粮当兵 抛家舍业 为什么 为保卫 为保卫 朝廷 保卫家乡 估计你们来干什么 你们还都年轻 你们看一看 最大的不超过三十岁或者是三十五岁 你们是学气方刚 连这点苦都受不了吗 成什么军队 平时训练不认真 战时必须得流血牺牲 现在长矛的折腾的乌烟瘴气 说不定哪天卷土重来 长矛的真要回来 就咱们这样能打得了胜仗吗 为避免战时少流血 少死人 平时要求大家好好练练功 是 天气其热 灰汗如雨 不如在屋里的凉快 可是本大臣如何呀 我今年四十多了 我跟你们不一样吗 我头顶同窥身披铁甲 我就不怕热吗 弟兄们 大家应当吃点苦 你们不知道吃苦 将来还有个出息吗 心疼自己不行 应当好好的练本事 今天来的有所奖励 凡是无故不来者 严惩不淡 你们听心吧 起码现在不来的 每人先记大过一次 曾国藩迅完的话 这才解散了 哎呀 人们等回去之后 心里登登登之敲鼓 我得把这这曾国藩真吓人啊 吓死个人了 但是曾大人回去了 到了晚上 罗泽南向他禀报 拿个单 大人 悲知奉命 调查听出来 这清德家里办喜事 他四婆子 祝贺25岁大寿 占据60个兵 一点不假 这是名单 他占据60 没请假 另外我们到营房查了一下 在营房里的闲聊天 乘凉的187人 我们把名字全记下来 另外还有40多人在街上逛街 还有40多人下馆子 还有38人逛妓院 还有些人无所事事 浪迹街头 我们挨个全查出来了 这是详细的名单 好 知道了 咱们翻译琢磨 没权管人家 人家属于绿营 你抓的是团链 这怎么办 新人说清德也清德 好小子 你诚心给我作对 我了解了解 给你了解这清德 把情况了解出来了 据说太平军攻打长沙的时候 就这清德下的魂不浮体 把顶带也摘了 把腰刀也撇了 钻到老百姓家里去避难 不但他这样 他命令手下的士兵 把军装号坎脱了 刀枪扔了 全去逃命 这种事情不止一次 曾国藩全了解了 人证物证俱在 他横下一条心 清德我不扳倒你 我在长沙站不住脚 他下决心拿清德开刀 怎么开刀 他没这权利 请示皇上 晚上七点 他睡不着觉 提笔在手 给皇上写了一道奏折 皇上恩准 曾国藩也二贫官 清德也二贫官 你都是朝廷的命官 你哪有权处置人家 曾国藩气得之多 在这奏折上 首先说明练兵的重要 然后又说明长沙练兵的情况 又介绍了副将清德 临阵 活逃 贪生怕死 又介绍在练兵之时 纵容部下 不去参加 另外在会操之时 清德办喜事 等等等等 开列的一条两条三条 一共是十八条 行了 曾国藩心说 这要到皇上手里 皇上一怒之间 就要清德的这条狗 三国藩 本餐复将得清 狠狠的告知一传 这个事 得皇上做决定 要不那些小说上 常有这样的词 叫陈中独断 极权国家呀 不管有多这事 得一个人说了算 这本章发出去了 曾国藩的心呢 稍微平静了一些 好像出了一口气 他觉着皇上十成占九成 能同意自己的看法 一定能处置这清德 但他这个心里头也在盘算 如果把他拿下去了 谁来接替他 最好把我的人安插 但是我这些人资历都浅了 首先是团勇 不配做绿营的军官 就即使是配 自己可以推荐 这些人身份太低 最高的是个八组 千组 距离副将差得太多 忽然想起一个人 谁呀 绿营里头 有叫塔吉布的满人 叫塔吉布 这人忠厚老实 练兵时他发现 半年来呀 塔吉布手下的人 从来不缺席 就即使缺席 那人头也不多 这人跟自己合得来 曾国藩在心讲 我要培养塔吉布 将来把这人拉过来 给自己使用 尤其他是满人 根据现实的情况 皇上是满人 对汉人不放心 不相信 不敢给大权 就给你大权也是负值 而且 多方猜忌 塔吉布这不然 他是满人 让他给我帮忙 皇上肯定放心 另外将来有一天 我要成了气候 我把这塔吉布 推到我上去 名义上比我高 十指上大权在我手里 那 可就是如鱼得水了 心里他盘算了 但这个奏章上去了 出乎意料的是 一半是没回信 没有回信 曾国藩就不敢轻举妄动 没说该这出大事 该这出事 这个矛盾不解决了 迟早越来越尖锐 现在经常在这个街上 就发现绿营兵和团勇 发生摩擦 经常就伸手 往往的团勇吃亏高冬 绿营总是占上风 大有老大老二之事 他就是老大 曾国藩全忍 说这话眨眼之间 夏天过去 秋天来 到了中原节 中原节就是七月十五 咱们北方叫古林节 鬼节到了 鬼节到的头一天 十四 人家绿营 采取措施 这也算个节日啊 绿营一年也不容易 怎么办呢 没人颁发点奖金 奖金不多 一个人按名头给一千千 就那铜钱给一千个 那时候那钱实在一千个钱 那也不少了 按人头发 有一个算一个 当官的 加倍给 当官的呢 更优越了 而且提督 衙门 加大通知了 到了七月十五 这一天 上午 在天兴阁 要追到阵亡的将士 今年呢 跟长毛的打仗 死了不少人 为国捐躯了 开追到大会 这上午 当官的务必参加 下午 报军门 报其报 要宴请绿营 所有带兵棍 以示祝贺 班长以上 全都接着请接 绿营兵挺高兴 又给奖金 那时候又请客 就是参加不了的 在家里的放一天假 玩玩乐乐不也挺好吗 一个个是兴高采烈 但是作为曾国藩 这衙门 作为大团 人家连礼都没礼 奖金呢 一个棒子也没有 包括曾国藩 在内 人家都没请 开追到大会 没你的事 你是外博鸭 你不在国家 正式编制之内 消息这一传出 大团的人 个个不服 奔走相告 骂的来 一样守成 两种待遇 我们平常剿匪 维护这社会治安 我们少流汗了 少流血了 我们没死过人吗 怎么到头来 没我们的事 这怎么是太不公平了 曾国藩气得点 傻白呀 曾国藩亲说话 明白了 现在 骆鸣章他们 串通一气 排挤我们 排挤我们大团呢 包括我在内 卖拿我们当人呢 一样的军兵 两组待遇 好吧 为了安抚人心 曾国藩想办法 筹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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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把结余这个犯罪的这钱 发给弟兄 也凑上一千钱这个数 经过紧张的张罗 每个团勇也分了一千钱 也行啊 心里都找到平衡了 这钱一发下来 做各种打算的都有 有的家里比较困难 除了当团勇啊 养家全小 另外带出一张嘴来 糊弄吃点饭 好容易得这笔钱了 舍不得花 想法托熟人带着家去 给孩子老婆花 可有的呢 没熟人烧钱 就把这钱的藏起来 恐怕丢了 将来方便的时候烧回家去 可也有的呢 不在乎这俩钱 像陈州来的乡友 家乡和家庭里头 都比较富裕 这一千钱无所谓 所以呢 这些当团兵的 拿这点钱呢 就把他花了 玩乐了就得了 总之 怎么安排的都有 曾国藩下令 在这一天也放假一天 大家好好休息休息 尤其那团兵平时操练 特严 管得规规矩矩 难得放一天家 人特高兴 后天晚上就商量 有钱了 到哪玩去 长沙 什么地方最好啊 七支陈州兵里头 有个姓藤子 就这个团兵啊 姓藤 起名叫藤绕树 明知道这名写的 藤子就围着树断 叫藤绕树 这小伙子挺激进的 也爱玩 跟陈州集的这团兵 就商量 凑了六个人 这么办 明儿个咱们吃完了早饭 咱们溜溜达达的 赶奔火供殿 咱们长沙最可玩的地方 就是火供殿 平时咱们从来去不了 明儿个咱好好玩这一天 听说那火供殿 各种玩乐 应有尽有 对对对 我们听说了 那打瓦是卖艺的 说书的唱戏的 卖大理完的 耍狗熊的 各种风味小吃 也可热闹了 对对对 咱六个人去 咱六个人的钱 谁也别剩 都把它花了 吃喝玩乐 也不往这一天休息 对对对 咱就这么办 后来这六个人一商量 往咱们去 没什么意思 报超是机缘虎将 曾大人对他非常器重 而且报教师 身体也棒 功夫也高 咱们平常还得向人家请教 利用这机会 咱六个人请客 请报教官跟咱一块去 对对对 找报超来 报超也是年轻人 也爱玩 行行行行 满口答应 凑成七个人 第二天一早 换了套衣裳 都穿着号砍 卖部 离开审案局 赶奔国宫殿 走的半道 人家说这事也巧 正敢遇上绿营里的当官的 塔其部 塔大人 人们都管他叫塔将军 现在是参将 参将也不太小了 在旺商医生也是副将 塔其部这个人家住的长商 他是绿营的 但是跟曾国藩的关系非常好 为什么曾国藩要推荐他呢 就这个原因 这个人人品也好 正好得接上御城 报超大伙一看 哟 塔大人 今儿个休息上哪去 今儿个 也到天心阁呀 上午开追悼会 下午还有宴会 别去 跟我们去玩 大玩都走走行事 多拘谨 跟我们赶个火宫殿 总怕不行吧 这玩意我得 请假 不请假 恐怕 军门不答应 你们那个松了吧唧的 什么请假 不请假 你不去 没什么 跟我们去 大伙一窜队 塔其部也爱玩 跟这些团友们处的关系不错 跟曾国藩的关系就更好 一定好吧 要不我就 不上我们那边 就跟你们一块去 咱们八个人多美 我们请客 塔其部也参加 八个人赶奔火宫殿 说到这咱得介绍介绍 长沙著名的旅游点 就是这火宫殿 好像哪啊 跟那北京的天桥 差不多 什么南京的夫子庙 也是个热闹中心 原来这个火宫殿 地方不大 后来越发展越大 这块啊 供的是火神爷 要不怎么叫火宫殿 神像素地好 庙宇不算太大 但是尽管那庙宇的 负责人很有头脑 这个是个伤人的头脑 他就把这火宫殿前边 后边圈起来 修了一道大墙 反而墙里面 都属于火宫殿管家 老大的地方 这一香火一盛 上这来的人也多 那么你要在里头做买卖 交钱 你得交地摊的钱 越聚人越多 越收钱越多 庙产也富多 有七八个庙宫 天天就管理的市场 那么市场散了 他们负责负责 打扫打扫卫生 第二天开开门 接待四方的宾客 现在这个火宫殿 热闹得不得了了 什么老消息的 臭豆腐 老王家的姊妹团子 还有是金刚蒜 当当当的 风味小吃 颇为出名 所以平时的时候 人就不少 到年纪拥挤不动 就这么好去处 所以那跑江湖 那些人待的也没事 也上这凑热闹来 什么打瓦 什么爱意的 到这能赚钱呢 顶多交点一批税 就算了 其他的归自己腰包里头 因此这是最热闹 最繁华的地方 咱们简短解说 这八位高高兴兴 逛了逛街 走进火宫殿 哎呀 人真不傻 摊床一下挨着一架去 人呢是拥挤不动 他们穿过人群 先到大殿 为了求个平安 先烧骨香 进大殿一看 呵 火神爷 素的真跟真的一样 比平常的人 要高了一倍 金亏金甲 火红脸 眼睛突出 大昆鼻子 昏身沙哑都冒火苗 怎么看 怎么是真的 让人看着圣位啊 头前 香案桌 有不少人 还交了不少的钱 他们买了几股香 在这烧了香 磕完了头 瞻仰了神戎 溜达那么一会儿 有个妙柱 唠了一会儿磕 开始溜达吧 妙柱陪着 各位 你们看看 我们这还修了四个大棚 看见没 这四个大棚又遮阳 又遮雨 那里边还有座位 你们还随便找个座位 好好好 你别陪着 我们随便溜达溜达 八个人高高兴兴的到这大棚 这一看这棚修的都挺大 头一个棚的名字 叫东城 第二棚叫西旧 第三棚叫南通 第四棚叫北达 听这名都挺好的 挺吉祥 他们八个人走进大棚子 先到东城棚 进了一看 好吗 这里边这个人呢 连站脚地都没有 怎么这么多人 好几百号 瞧一瞧一看 啊 看明白了 那里边坐北向南 搭了个高台 有一个说书先生 在那说书呢 跟我似的 在那讲评书 这个评书在那年月 就吃得开 那这也没有电视 没有广播 那么到热闹的地方 听听书 也是不错的 尤其那会儿那个人 文盲居多 瞧眼瞎不认字 听书讲鼓 能长不少知识 而且这位说书先生 讲得还非常好 哥把个站的这是 并神详细听见 藤绕树 八个人 来逛火供殿 出事就出到火供殿了 就出到这了 您往后听了 这娄子捅大了 玩的时候 谁想到别的了 看了看 火神爷 烧了苦香 又到大棚里头 听了会儿书 他们那一听啊 他们也乐 这说书先生 是伶牙俐齿 讲金比武 说得栩栩如生 翟尔的一听说什么呢 是笑笑声 写的金瓶梅平化 金瓶梅啊 您知道吧 就是前几年 为这个金瓶梅 正义也不小 到现在也存在 不同的意见 有的说 他就是黄色的 银大 有的说 认为他是才子的东西 应该拍成电视连续剧 据说港台都拍了 大陆也想抽拍 几次领导都没批准 到现在究竟怎么地 他不知道 就这金瓶梅 这先生说的哪呢 正说的西门庆 跟潘金莲两个人 那段调情 比现在人听着是 惊惊有味 蓬福大笑 他八个人站着后 他也听了一会儿 当然不想听 另外呢 这是站着 多累的 听了一耳朵 八个人出来了 到别的棚里转着门 到别的棚里转着 照就是人 拥挤不透 怎么这么多人 一看西旧这个棚里 他耍猴的 站着后头看 他那小猴不高 一尺来高 而且那小猴瘦的 皮包着骨头 门前还写着大招牌 赛无空 八个人全乐了 就赛无空 就这德行 这猴眼看都冻着 都够格了 那是什么呢 简直是骗人 要不说这个走江湖 这个骗子也不少 这马戏团呢 我们是某地某地的马戏团 门前画的那神乎其神 几块钱一张票 你快进来看吧 结果你花钱买了票 进去看 头皮不是 上当了 退票也不能退了 跟里面是截然不同 古往进来 接通一礼 那这就骗人 他们看了以后 耍猴的 没啥意思 又到别的棚里 别的棚里呢 测字的 想念的 什么样的都有 看了以后也怪看 最后呢 到最后 北达棚里 这棚 人比较少点 说少是比较 也不太少 他们到北达棚 尽离开 也是高棚满座 咱得喝点茶水 吃点东西 再溜的 正好有一桌 会了仗走了 藤绕树赶紧过来 就这了 回去 这桌我们包下了 来来来 各位请请请 让塔吉布 做了正座 让报超 在上席 相陪 其他的人 环绕着 藤绕树在这 张着茶 哎 国家 先给我们泡一壶 浓茶来 来了 茶水上来 几个人在这坐着 心情是舒畅 都年轻人 高谈阔论 一边品着茶 一边在这 谈心 这塔吉布 冷不定抬头 往棚外 他看了 一头有片空地 那站着个小伙 这小伙 干嘛 正在那练功呢 倘若无人 这眼似争非争 你们先喝着水啊 我出去一趟 这骑个人一看干嘛 塔吉布 脉不就出来了 在棚这转出来 看这小伙 一瞅这小伙 也就在25岁左右 短衣机 小打扮 这眼睛是 似争非争 似臂非臂 两只胳膊 不住的晃度 呼前 呼后 呼左 呼腰 这都是小事 看他这两条腿 两条腿 屈膝 微蹲 四蹲 飞蹲 两个脚尖 踩着地 脚后跟离去了 靠着脚尖 而且这脚尖 不住的在底下 画圈 卡吉布是 行家离手 这么一看 就大吃了一惊 好功夫 好本事 无奈 多数的人 都是外行 他不懂 而且人家这个人 不为挣钱 找了个肃静 地方 人家练练功 所以有的人 看一眼就走了 等这个人练完了 一收招的功 把眼睛睁开了 卡吉布就过来 壮士情了 小伙伙一看 是个军官 赶紧以礼相还 将军 还礼 还礼 你有事啊 壮士 如果我没猜错的话 您刚才练的是 南拳里的最出名的 孤家拳吧 看来我今天遇上行家了 不错 我练的的确是 吴家拳 好身手 好拳法 今天我总算开了眼了 哎呦 您过于了 您过于了 我是干学 哎呀 弄在外头挺忙 今天抽了个空 在这练习练习功课 你见效的 我朋友 就凭你有这么高的本事 我说你怎么不吃粮当兵呢 您说什么 让我当兵 参加你们绿营 是啊 如果你这功夫 要参加了绿营 要豁卖其主啊 英雄有了用户之地了 你要是这么的不糟蹋了 这小伙一听乐了 哈哈哈哈 将军 不怕您不爱听 我参加绿营干什么 保家卫国 笑话 这绿营 能保得了家 能卫得了国吗 我真正参加了绿营 我算掉进了大染缸 哈哈 这我不感兴趣 塔其部脸一红 是 如果壮士不乐意参加绿营 这块可有一支好部队 那就是曾大人 所统帅的团勇 长沙的大团 你要真参加到那去 货卖其主 前途无量 我也听说了 曾的人 曾的人是哪位 曾国藩 曾的人 我不认得 好像听说有这么个人 哎呀 我对这名不感兴趣 曾的人 说不清楚 就是曾的人 对不对 这个世界坏就坏在一个曾字 争名夺利 想阳斗胜 争这争那 争来争去 到头来 两手空空 我对这个争的人 我也不感兴趣 我将军 你有孤雾在身 好 我也不打扰 我还有点事 我要办 再见 再见 人把东西收拾收拾 小伙子走了 哎呀 塔其部在后头摇了摇头 听说像这等高人 埋没得太多 转身回来 回来的腾咬树 大伙没听见他们说什么 光看那比比划话 你们是厂棚 我说你刚才跟那年轻的说什么 嘿 那小伙子了不起 好棒的功夫 练的是乌家拳 乌家拳是什么 呦 男拳之中最主要的就是乌家拳 内容外刚很了不起 我这一着急忘了 问他张三李四 留个姓名留个地便好 我现在把他请过来 咱们也热闹热闹 我向他请教请教乌家拳 这小伙子还挺清高 说了几句走了 别理了别理了 蒙氏 什么蒙氏的人都有 不不 他蒙氏 他蒙不了我 他脚下画的是梅花 那不是普通的圈圈 没有十年的基本功 练不到这种成绩 是吗 行行行 我我我来 来来来 我家上菜 红烧猪酒 啊 每人一大碗 臭豆腐 每人个来一盆 其他再来拔个炒菜 两壶老白肝啊 不够了 随时给我们添 另外老王家那姊妹团子 一人给我们上一踢 听不听见 哈嘞 看着风味小吃 那边比城西强 城西起个蝶子八个板 爱吃蝶友 不爱吃蝶友 那边拘束 吃风味小吃 这么最好 你得意什么来什么 大家喝着酒 在这吃着 高谈阔论 非常高兴 正在这时候 离着他们不远 隔着两张桌 坐着几个绿营的人 要不说该出事 四个 这四位什么时候来的 不知道 大概时间是不短 喝的都咧了 飘了都 公开就在这 公开赌博 绿营不也分钱了吗 一人一千钱吗 就在人家棚里头赌博 可能是因为什么点矛盾 不公平的 四个人还干起来 祖宗奶奶 在这骂 说那蛮听的话 不堪入耳 太肮脏了 骂了 骂了 超出的旁人是震耳欲聋 大伙一看 怎么当兵的这么恶劣 这样 说那话也太埋态了 太肮脏了 这人就这么不懂的公共道德 咱说的是古书 现在您注意点 酒饭 茶色 尤其那饭馆 经常也有这样人 这样喝点酒 找不着北了 大喊大叫 一点公共道德也不懂 就觉得我花了钱了 我应该的 有失身份 有失大 这样人也经常有 公共道德观念 一盖皆无 咱说的是古书 一百多年前 这四个绿营兵 就是这样 贫质恶劣 特难听 塔其部一看 绿营的参将 不是参将是当官的 这等于我的部下 虽然不直接归我管 我们都是一个军营的 这有伤大雅 这说的什么那么难听 而且公开赌博 什么影响 塔其部一爱管闲事 就站起来 来到这几个人进去 你们干嘛 吃不喝多了 这吃饭的地方 你们怎么跑这赌博来了 要想赌博 回军营去赌家 回去吧 喝的太多了 这话一点挑剔都没有 当官的跟当兵的说 这话算过分 其实也责怪他们 也想叫他们走 省着出丑 也有疼爱他们的成分在内 那么这四个小子 酒也喝多了 就不喝多了 也不是东西 其中有个刀条的脸 站起来 你谁啊你 你他妈管得着吗 平时管爷们还行 今儿他妈放假 爷有些爱想怎么的 怎么的 你不是 鼻子眼查大厨 你装什么馅 去你妈的得了 哪有这么说话 刚说的 爆炒就受不了 爆炒性无烈火 也过来 我问你怎么这么说 这是你们的官长 官长教育你们 不对吗 又遇上了 各位 认得这位吗 这位姓豹叫爆炒 提醒暗插室 衙门还想抓的 他是有名的兵匹 我说这个 你们大概不知道吧 爆炒卖妻 把他妈老婆都卖 要没有增屁头 保着你 你他妈惨了 你这也有你边边的 你算他妈山骂东西 这话说的太叫人 下不来台 腾饶树今儿请客做东 腾饶树过来 你可太不像话 哎 我说你们几个怎么样 起祸 没有玩法 这二位一位参将大人 一位爆炒官 说你们有什么不对的 什么他妈爆炒官 我就知道山海官 我就知道家喻官 我他妈没听什么 少官 充其量不就是团勇 香不佬吗 暂时前使唤使唤 平时他妈一解散 回家还得爆炒坝子 他妈你妈胡 什么人 他妈滚 腾饶树也喝了几杯 年轻的小伙受不了 我说你骂谁香不佬 哎 怎么的 我就骂你他妈怎么的 你还敢打我们的 打他怎么的 怎么的 矛盾越来越激化 这绿营兵还不管那套 把巴正轮起来 说着说着 照着腾饶树的筛帮 就一个满了 腾饶树这下子受不了 仗着爆炒 塔吉布给自己撑腰 他火也上来了 不顾一切 这晚春相机 回首 便打 前文书 叫大闹火宫殿 咱没说吗 该这出事 这绿营和绿营 矛盾 矛盾 不是一片 冰冻三尺 非一日之寒 今儿个在这会儿遇上的 本来不值当点事 这几个绿营兵是故意找茬 一看是曾国藩的人 从心往外就瞧不起 没事想找事 何况结成火 一开始文斗 后来变成武斗 冻了五八糙 腾饶树先挨了个嘴巴子 能干 咚就一个通天炮 正打的绿营兵 这个鼻子下边 一下子压一个 鞋出来 哎呀 你敢打我 炒七碗了 哗就一碗 腾饶树往旁边一躲 砸到那个团影肩头上 团影 你看好 你敢打我 打 六名团影 四名绿营兵 十个人就滚成一团了 骗子 骗子 歇了 哗啦骗子 爆钞和塔吉布在旁边 这爆钞见打仗 眼睛毛都乐开花 本来今天要站立 这就想过去 他要一伸手 干嘛 他那手 那铁杀掌 销声就完了 塔吉布怕把事弄大了 抱着爆钞的腰 老包 你别动 你别伸手 你撒开 你把一碗 影响太坏 老百姓在他们看着 什么团有 什么绿营兵 土匪一样 红胡子 这一仗打过去了 四个绿营兵 没捡得便宜 你看六个 他们四个 能不吃亏 打的是鼻青连肿 后来一想 惹不起 躲得起 跑了 一缺一点 四个人跑了 他那一跑了 这几个人 长出了一口气 妈 也挂财了 让过来 让过来 这损是我们包赔 我们给钱 塔吉布带了点钱 你想我给吧 包赔人家损失 老板还不错 老板一想 得罪不起 算了吧 认倒霉吧 算了 不用包赔了 不用包赔了 也没需要他们包赔 该给的钱 他们给了 几个人说说笑笑 离开火工店 你看这太阳往西转了 你说多扫兴 本来想玩一天 这样弄的 回去吧 塔吉布回自己的官邸 报钞回自己那去 几个乡 回到自己的营盘 也没提这事 回到营盘 找到地方上点药 洗把脸 然后营盘里也不少人 今儿放假的日子 有下棋的 还有蒋古的 他们躺那休息 认为这个事就过去了 能过的去 哎呦 这听营盘外头开的锅 在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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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啊 把大人的凶手 交出来 估计一怒之间 我们往里头冲了 冲进去可没你们的好 把大人凶手 交出来 没参与这个事的人 不知道怎么回事 下棋子也不下了 大伙把鞋登上 出营门看看热闹 你看 我娘 来了二三百号 拿刀冻枪 刀枪明亮 全拿着家伙 全是绿营兵 咱要交代清楚 来的这绿营兵啊 以及那个四个挨打的 都属于云南楚雄邪 都归那管家 楚雄邪 可了不起 楚是楚国的楚 雄是英雄的雄 邪那是邪作的邪 那邪是军队编制 就好像现在的旅 军师旅团营 跟那旅机差不多 楚雄邪 也好几千人 他们的带兵官 就是邓少良 邓副将 邓少良这家伙勇啊 牵着咱们说了 长沙在吃紧的时候 城墙被太平军炸塌了 眼看太平军就攻进城 是邓少良 领着楚雄邪的援兵赶到 他把那危难给揭露 所以这个邓少良呢 一向以功臣自军 他手下的军兵 楚雄邪的兵 横着 结合 也都个个以功臣自军 平时他们打仗斗 撑锋 你看 他们自己也打 但是不管张三李四 谁挨了欺负 他们是枪口 一直对外 挺团结 现在清政府手下管着66镇 管着66个镇 一镇管两鞋 有一百多个鞋 也就是全国 有一百多个旅 有一百多万军队 总的数目就是这样 楚雄邪是名列前茅 打仗是最勇敢 人是最严谈 那四个日英兵 回去了冰青连种 回能不说吗 一说我们叫曾国藩手下的 练勇给打了 今天他们不讲道理 怎么怎么怎么 闹一声 这帮小子就发了 所以 集合了二三百人 各拿刀枪上 这拼命来 营房他没敢闯 门前有站岗的 所以他们要凶手 就指着腾饶树那六个人 团勇不敢说什么呢 也不知道发生什么事了 赶紧走 找这当头的 今天值班的 姓彭 是副营官 叫彭玉成 彭玉成今天值班 他是个副营官 服有权责 他出来 一看 这干嘛 这事 弟兄们 绿营的弟兄们 大家不要吵吵 怎么回事 能不能跟我讲讲 有一个小官 你谁 在下姓彭 我是这的副营官 今天我负责 有事跟我说 跟你说 他妈就跟你说 你们的人把我们的人给打了 是怎么怎么怎么回事 现在我们这四个人 卧床不起 啊 身受重伤 今儿没说 他把凶手交出来 交出来 任凭我们惩罚 一笔勾销 没有话说 不交出来 我们闯进去 见谁打谁 包括你在内 哦 各位咱这么行 公事公办 我们肯定一碗水平端 诚如大家所言 如果我们的团勇 真做出这种事 我们憎的人 也不能饶他们 好不好 大家暂时先回去 好不好 容我禀报憎的人 必要的时候 一定把凶手交给各位兄弟 各位兄弟 我赔你了 我先赔你了 各位先算得怎么样 好不好 听你的回信 要没有回信 我们还回来 骂了一个多小时 这帮人走了 看那意思没完呢 藤玉成一桌嘛 事儿闹大 被禀报曾德 更换衣服 来到沈安居衙门 见着曾国藩 大人是这么这么 曾国藩不听这个 听完了 全的脸就沉 脑筋就蹦起 这倒是 你了解情况 究竟孰是孰非 早解了 无怪咱的人 其中塔将军 塔吉布也在 报朝 报少官也在 可以作证 一开始他们先手 先伸手打的咱们 而且 口出狂言 说的太难听 不过塔将军过去 一制止 这事儿就爆发了 这就是石墨缘由 把藤饶树给我加来 藤饶树也怕 本来放假的时候 想花钱请客 没想到出了这么大的事 六个人全来了 往曾德人面前一跪 大人 说 怎么回事 吃饱了撑的 没事找事 大人这事儿怪我 小人该死 大人这玩意 这气实在忍不下去 这这这 我们就实说 是这么这么这么回事 正说着 报朝也来了 报朝苦痛也跪下 报朝一看 曾国藩气得知哆嗦 报朝也害怕 大人 你要怪 您怪我 他们都是我的夏季 我领的弟兄们出去 实在是叫人 人无可忍 历来这绿营 就欺负咱们的地球 咱们受窝能气 不是一次了 我今天我这么说得了 大人 要不是我强压着火 我把他们撕碎了 碾烂了 我都不解恨 您没在现场 实在是欺人太甚 实质上是 我们爱欺负无所谓 他们矛头就指的大人民呢 他小瞧我们这团兵练营 就是小瞧 您得团练大臣 我不是添油加醋 大人 你要处罚 您处罚我 揍我一百斤棍 我没有含冤 然后把我撵出大团 我不愿意收拾窝能气 我还去找相帅相公去 我不干了 汗也出来了 罗泽南从外边进来 罗泽南是一营的营官 坚韧参谋 那是曾国藩的智囊左右手 比曾国藩还大的几岁 以大哥的身份 罗泽南感觉的问题严重 得罪了杵群邪的人就要命 大人 我看不怪报朝报少官 报少官说的一点都不假 也不怪腾饶恕他 这是历来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 大人您看这事怎么办 好吧 你们先下去 听后处置 曾国藩一琢磨怎么办 跟罗泽南一商量 这事盖是盖不住 藏也藏不住 亲自提笔 给报起报 写了封信 因为他是提督军门 那么在湖南省 他最高的无关 这个事不跟他商量不行 写了封信 叫人交给报起报 意思是说 今天发生不幸的事 双方发生了欧斗 事的原言就是这么个事 不管他们孰是孰非 风济太坏 不得不严惩 咱这么办 我手下的人 我严惩 按着军纪惩处 每人打五十军棍 插舰游营三天 开始失重 那么绿营的人 也是照旧 也要打五十军棍 插舰游营三日 下不为例 移速军归 曾国藩这么做 可以说一碗水平端 没有什么刺激 这信 落到报起报手里 报起报不认字 让师爷给他念 念完之后他乐了 他骂着了 这个曾剃头 想得到美 让我处罚我手下的士兵 没门 把邓少良给我找来 土雄鞋的副将邓少良 来了 邓少良气得脸都清了 眼眉都立着 跨着弯刀 大人 我今发生的事 你知道吗 我全听说了 气死人也 我军们 这曾剃头 纵容手下的这些 想不老 把绿营的兵给打了 你去看 四个人卧床不起 打得太严重了 这口气我出不来 妈的 我早就想收拾收拾 这曾剃头 这回果然找到我头上来 你看这些 兄们 您说 怎么办 怎么办 绿营的兵根本就不能处罚 出发什么 曾国藩乐意出发 出发他手下的人 绿营兵他管不着 邓少良这小的面不碎 大人我给您出个厨 行 你小的有点鬼点子 就按你的主意办 他们定了条轨迹 定什么轨迹 以 包起包的名义 以军门的名义 下了命令 把这四个绿营兵捆起来 交给曾国藩 说你啊 你处置 你不要处置吗 你处置 交给你了 以军门的名义 委托曾国藩处置 这是另外一个 他散布舆论 邓少良回去在军营里就散布 弟兄们 咱没法呆了 没法呆了 曾国藩一手折天 连咱绿营他都管得着 谁给他比权力 这四个兵他派人来要来了 不给不行啊 不给不行啊 这不是给捆走了吗 送到审案局去了 到审案局我听说了 把这四个弟兄脑袋砍下来失重 这还了得吗 你们听这还了得吗 我是你们的官长 我都管不了 我都心疼舍不得 这曾国藩可舍的 你们说怎么办 啥了 要增低头的名 杀了他 杀了增低头 吴获军心 这帮亡命徒 是各拿刀枪 披挂整齐 将军 您领着我们 找曾铁头去 走 随我来 找曾铁头去 上妾为 沈暗局 书接前文 楚雄邪的副将 邓少良 领着好几百军兵 各拿刀枪 围攻沈暗局 来势汹汹是不可一事 咱们前文书说过 邓少良领导的部队 以小勇 善战出名 当初 解长沙之围 他们立了大功 在全国六十六镇 当兵的当中 他们是名列天毛 这帮人 这帮人简直凶得不得了 现在 他们能把曾国藩 整岁了 抽烂了 年岁了 都不解恨 一个个眼珠子都红了 嗷嗷之喊 大吵哗 把深暗局就包围了 邓少良 眼珠子也红了 眼烧掉出来 手握着刀把 听着 曾国藩在不在 曾剃头在不在 把我们四名弟兄给放出来 一笔勾销 没有话说 如果不放人 今天要你的命 当兵的喊 快放人 再要不放 我们就冲进去了 沈暗局门前站岗 一看 坏了 吓得是心惊肉跳 那不是小事 好几百人各拿刀枪 从这形式上看 飞出人命光 仨脚如飞 到里边给曾国藩送信 曾国藩呢 还真就没想到 后果这么严重 没想到 在屋里头 跟毛氏罗泽南 王干 几个人正商量事儿 就挺爱的 跟开的过来一样 还没明白怎么回事儿 报室就跑进来 报 曾的人 坏了 那个 那个 邓少良 领着好几百人 把咱们审案局去包围了 手里弄大家伙 说什么 把他们那四个人放出去 不见就冲进来 还说要您的命 哦 邓少良真是狗胆包天 我说 报超 在 出而过来 赶紧快去 哎 走后门 报超 跨着刀一转身 从后门出去了 王干 哟 你马上翻墙 跑到巡抚衙门 见着洛中城 洛丙障 请他赶紧来 来也得来 不来也得来 懂吗 明白 快去 王干一走了 曾国藩 安排完了 文文当当 望着一坐 多难呢 把棋盘摆成 咱俩下一盘 大人 这一时候 哪有心下棋 摆上 不敢不听 罗泽南 把围棋摆上 俩人对坐 再看曾国藩 是谈笑 风生 四平八稳 跟什么事 也没发生 讲 你先走 大人 我看您还是出去吧 您见着邓少良 跟他解释解释 这不理他事 只能愈言愈烈 你先走 不要理他 罗泽南也不知道 他这子怎么摆 都懵了 心说大人呢 你真沉得住气 刚走 有两步的工夫 就听到 杂乱的脚步 呼噜呼噜 冲进来 罗泽南那头发都竖起 几年钩之冒 凉气 就在这时候 邓少良 率领着手下的亲兵 能有六七十号 呼噜 进了千涯房 千涯房 这是办公室 大这块 把曾国藩就给包围了 邓少良几步 到了曾国藩进前 哼 我说曾大人 你可真消闲呢 哎 性质挺浓 刚说的时候 几个楚雄鞋的士兵 把刀全拽出来 嘗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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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搭到曾国藩脖子上 有的 刀尖 直到脑门上来 这帮小的 都是亡命徒 罗泽南坐到对面 罗泽南下去 站起来 曾国藩的原作 微然无动 没动 稳如泰山一般 翻着眼睛看看 哼 一瞅这邓少良 无闻都挪移了 小腿 碰碰的 眼梢掉在这 白眼珠都起了红线 紧握着刀疤 曾国藩 闻闻心神 邓副将 你这是 你这是干吗 你想要干什么 干什么 放人 你装什么糊涂 你抓了我们四名弟兄 你有什么权处置 今天本副将 就是要人来的 你放不放 原来如此 那四个人犯了什么法 你清楚 我是按着 军门报起报所请 要按军法从事 现在还没按军法办呢 怎么就能放人呢 何须劳动你 副将大人如此兴师动作 等本部堂处置完了 再放着不迟 什么 郑国藩 我现在问你 你到底是放 是不放 这些楚雄邪的士兵家 说 放不放 放不放 说 要他的命 没处理之前 不能放人 你敢说 三个不放 屋里的气氛 是一触即发 简直人们都吓死了 没想到 曾国藩 冷不定的站起来了 原来他坐着 跟他讲话还心平气和的 蹦 这样站起来 曾国藩 眼角也掉起来 眼眉也立起来 脸刷青 把眼前的漆桌给踢翻了 那漆子 嘻哗啦 撒了把力 再看曾国藩 转过身来 面对邓少良 邓少良 你好大的胆子 亮耳等 无非是个超刀的武夫 今天 聚众闹事 围攻审案局 手拿凶器 威胁亲密的团练大臣 你要造反 不成 邓少良 没想到这首 在他的思想当中 书生带兵扯淡 你啊 文弄墨行 刷笔杆子可以 我见过文人多了 哎呀 平常下几千言 滔滔不绝 等泡声一响都尿裤子 见过这玩意吗 真家伙 刀压脖子 跪倒就得求饶 他想错了 没想到对面的曾国藩 钢筋铁骨一身尸胆 公斤就站起来 冲他一发哼 巴巴巴起 就要命的话 他也感觉到问题的严重 但是当着这么多人呢 也不能示弱 爹 你听明白了 你今天不放人 我向我的弟兄 没法交代 这个话就软气了 曾国藩冷笑了一声 你说什么 你身为朝廷的命官 国家的副将 怎么贪压弟兄 你都贪压不了 是手下的弟兄不答应 是你不答应 哎 你把话今天跟我说清楚 我告诉你 我乃亲命二贫大员 今天你怒闯我的衙门 你该当何罪 你必须给我做出解释 这下邓少良还没词了 他也感觉到问题的严重 你跟脑袋一热 他打 脑袋一个凉快 也懂得后怕 这是闹着玩的呢 这是衙门 这是机关 国家执法办公的大唐 你身为朝廷命官 二贫 副将领着这么多人 拿刀冻枪来折扯 什么后果 他不傻呀 可手下这些当兵的不倾斜 别听他的 放人 不放人 今天把这衙门给他砸了 咱们自己收 收的呀 正在这么个时候 湖南巡抚落冰张 帽子都戴外了 披着袍子从外边进来了 不准胡来 住手不准胡来 王干在后他跟着 骆饼张及时赶到 他要不来 这事还真就麻烦了 本来这个骆饼张 是个老幽条 还希望在旁边看哈哈笑 现在这个曾国藩太专腾了 借助别人之手压压他 打打他的气焰 这也是好事 你不找他去 他真就不来 因为王干奉命找他 说的清楚 您去也得去 不去也得去 我们曾的人等着你 他再想躲 躲不了了 作为一省最高的行政长官 在他的治下出了事 他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等他坐着轿子来了之后 往前面去干 啊 值得问题严重 好几百军兵 和拿刀枪 都在这站着 再一看 审案局的人 也不是我 审案局的人 也把刀枪拽出来 做好战时的准备 一触即发 这要真出多少条人命 他这迅速吃不了 也兜着 所以他小跑到了里 一看好里边更热闹 不准胡来 住手 湾大一击 压死人 何况 他是湖南巡死 最高领导来了 谁敢胡来 就这么的 大伙往下去撤 把道路闪开 哎 哎 哎 我的妈 我 我这怎么回事 毕生 怎么会这样 装相 曾国藩看了看 你问邓少良吧 看看怎么回事 邓良 这 这怎么回事 邓少良一看 巡抚来了 往后一撤身 大人 他这么回事 在火宫殿 弟兄们放假 吃酒斗殴 互相 口交起来 年轻人嘛 那谁打谁一下 谁骂谁一句 也在所难免 这这 曾的人 好嘛 把我们绿营的四名弟兄 给抓来了 非要按军法从事 你说这玩意 合理 他是强词夺理 原来如此 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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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知道 邓少良是他的人 他一句话 问题就解决了 关键的说 曾国藩 弟兄啊 怎么会这样 你看一看 后果相当严重 这要出了事 你我都脱不了干系 朝廷怪罪下来 咱俩都跑不了 地上 为平息民分 我看这事这么办 我来主抓这事 好吗 我一碗水平端 按军法从事 该怎么处置 就怎么处置 好吗 你先把那四个人 给放了就得了 交给他们带回去 日后 这事我管 地上 你看怎么样 来活悉你了 曾国藩心说话 骆冰章 你干什么 你干什么 你明明的 袒护着 这帮人 邓少良是你的人 你袒护他 他迟逃行凶 围攻 沈暗局 你怎么不说 你只字不谈 他那意思 我要不点头 我就激起公分来 责任在我身上 曾国藩这人 可有个毛病 一条道跑得黑 绝不能半途而废 想到这 他是活望上壮 大人 这件事情 我是绝不能 答应 骆冰章 给曾国藩解围 他觉得他这套 挺合乎大家的心意 认为这曾国藩 经过这么一微笑 也就软下来了 他也买个好 他没想到曾国藩 这个人 降得要命 曾国藩心说 我错的何处 我哪错了 我 哦 我要不答应 就众怒难犯 我要答应了 等于我认错 我错在何处 骆冰章 你们简直 串通一气 是欺人太甚 如果要让步 今后 我这个审案局 还有什么用 我这炼勇 还有什么用 全不能让步 曾国藩 早就雄有成独 大人 我看这样 您作为一省的巡索 日理万机 这么点小事情 还用您亲自处置 这样 我如暴提毒所请 大人 您也在这 今天我就处置处置这案子 您看看我这一碗水端平没端平 我先跟您说 我这炼勇六个人 昨天在火宫殿 败坏军纪 私打斗殴 我已经按军阀处置 每人打了五十军棍 插舰游营 唯独绿营兵还没处置 现在四个人在我手上 现在我就处置 让您看一看 来 生产 没等洛炳章点头呢 曾国藩伤了他们 好 严环未尽 再看报钞 在外面大吼一声 率领这一百五十名练影 曾国藩事先都安排好 再看这一百五十名练影 一个个身强力壮 全身披挂 各拿刀枪 跑步进来 呱呱呱呱呱呱呱 呱呱里呱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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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占了两大六 一个个 夹不一包 气势凶凶 独仅如此 把欠牙房周围就给包围了 你里头不是有楚雄邪的兵吗 不有六七十号吗 人家来了一百五 在外面围了个大圈 再看报仇 全身披挂 手披股披头刀 凶神恶煞一般的 站到邓少良旁边 瞅着这邓少良运气 邓少良的脸也变 他也怕死 与此同时 王干手提宝剑 站到洛炳章身后 洛炳章一看 干嘛这是 把我也看上了 哎呀 汗就出 再看曾国干 一瞅一切就绪 声作恭威 文文当当 把四名绿营兵 带上来 带上来 不但没放人 还要在这按军阀从事 这四个绿营兵啊 就尿着裤子 吓得昏无浮停 八名拖延 两人架的一个 推推赏赏 到了堂上 跪呀 跪呀 不让跪也得跪 再看四个人 给曾国藩磕析枪头 大人饶命 大人饶命 小人该死 小人该死 嗯 你们在活宫殿吃酒 带醉 在那行凶 赌博 撕打 斗 哦 可有此事 千真万全 有 我们酒后无德败坏了 君记 大人留情啊 大人留情 常如 暴君们所请 老拉着 暴起暴 暴起暴 有心 让我代替他 按军法 从事 想不了 说不清 你们犯了军法 绝不留情 来啊 四个人拖起去 每人重打 军棍武师 而后插箭 游营三日 打 一声令下 如山倒 早有八名猎影 猎影也身强力壮 手中拿着水火 无情棍 一半是黑的 一半是红的 鸭子嘴型呢 叫金棍 早准备 把四个绿鹰兵拽下去 裤子拔下来 又摁胳膊的 就摁脑袋的 把辫子在手里 踢着盘 往卡巴当里的一夹 你不这样揍得 他疼他脑袋瞎步了 他背不住 放头就创死 拎着他辫子 往卡巴当里一夹 动不了 摁胳膊 摁腿 行行的就准备好 大人验行 打 封建年代 这可不是说转 揍手是沾腾 一开始 这四个绿鹰兵 哭爹叫娘 哎呀 哎呀 大人流行啊 我的妈呀 越打 他们喊声越低 什么原因 受不了 都有点半头 曾国藩在上的坐着 手脸虚然 心里头也不是词 曾国藩心 我来到长沙 七八个月 换句话说 受了七八个月的气 净受气 处处事情都不顺手 骆饼张 抱起抱 处将清德 再加上复将 邓少良 串通一气 排解 我能气 受的太多了 我手下的人 也跟着受气 那这个心里是人 无可忍 随着一声声的 半声 这气是逐渐消 心里的这个气 也消了不少 他本来想 往死了 但是这话没说 偷眼一看 坐在身旁的 骆饼张 骆饼张的汗 随着那半声 伸 蹦 啪 啪 老头子那脸都绿了 邓少良在旁边一看 遗余皆无 大堂上 鸦雀无声 光屏着 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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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后打完了 五十 回答人 行行完毕 插件 你说这玩意 谁研究的 看了很多史书 找不出来 这是处置这个 不守法的 军人 并且军规 什么 头某波道 八十军棍 二某波道 插件 油营 插件 就是在左边 这个耳朵 射的那个剑 头衔戴尖的 拿那剑 给插上 插个透糖 这剑就别的耳朵上 鞋往下躺 虽然要不了命 那滋味能好受得了吗 要游营三日 偏偏那游营 那意思告诉大伙 别跟我学啊 我犯了军计了 如果你们要 谁跟我学 将来也跟我一样 是起杀衣净百作用 本来穿那玩贼疼啊 跟扎尔特尔不一样 但是这四位啊 已经打得半死 麻木的 在穿耳朵的时候 扑穿上来 鞋滴滴答答 往前直躺 四个人一点反应都没有 插上就插上 跟穿豆腐差不多 曾国藩看了 念起而等 身受重伤 这游营 就在绿营里边 自行解决好了 你们可以把他 搭下去了 太多了 邓少良 这才长出一回 背着背着 眼见着自己的部下 身受住心 他们心都碎了 恨曾国藩 恨得牙根都多长 听说脏剃头 你他妈等着我 你这干嘛 这叫给我上眼药 当着我的面 做我手下的人 你太专腾了 哎 没有办法 走走 那方人 你看好吧 过来几个身强力壮的 把兽型的 这四名绿营兵 奔去了 走出大堂 邓少良也没说话 面头搭了脑子 刚想往外走 曾国藩站起 请留步 邓少良就去愣 去说怎么的 我的事还没完 还想打我一顿 怎么的 什么事 曾国藩走几步 到他进前 指着他鼻子 邓少良 你的事可没完 你跟当兵的弟兄不一样 你身为朝廷的命官 国家带兵的二品副将 光天化日之下 聚众闹事 围攻审 暗军 衙门 持刀兴凶 威胁国家 任命的亲命团练大臣 你该当何对 你想要造反呢 你 不过 你不归本部堂管 换句话说 现在我还管不了你 但是王法还在 容我跟洛中成 暴军们会伤之后 本参与你承暴皇上 听后法洛 走吧 邓少良的 哈就想 心说话 曾国藩说的不是假话 这真要上一文报到皇上那去 皇上一怪罪下来 我这脑壳就去保不住 我这 干这蠢事 世上没有卖后悔的 他也走了 唐也退了 也处理完了 军兵也撤下 骆炳章在这坐着 一句话没说 老头的那胡子都搭柳了 眼角也搭了下来 气得在那刀气 曾国藩看着也好笑 听说今天表面上 打的是绿营兵 实质上也打的是你 我叫你们串通一气 不过表面上得过得去 曾国藩过来 大人您受惊 今日之事 我也是迫不得已 骆炳章睁开眼睛看了看 没事 大兵都撤出去了 没有人摆弄刀枪 他把手绢拽出来 擦擦汗 低声啊 低声啊 这回好 好啊 你不听本官的良言相圈 你为了出气 当着邓少良的面 你打了他的步下 看来你是出了气 后果 你想过没有 从现在开始 绿营跟炼勇之间 这仇恨算结下了 啊 结成了死哥的 想结也结不开了 往后你在长沙 还怎么立足啊 低声啊 你太专横了 你太不听话了 你一孤行吧 你叫我怎么说 我说我去解决 不就完了吗 你还非得亲手抓不可 算了算了 低声 咱俩同殿称臣 我不愿意多说 我也说不过你 你浑身上下都是礼 只是有一件事 我要提醒你 低声 大敌当前 长毛的越闹腾越凶 保不定每天还打到湖南来 真要打来了 把长毛的靠谁 还得靠绿营兵 还得靠邓少良 这帮人 你那点练勇 有什么用 不到抓贼 维护社会 治安倒可以 真拉到大台面上 能行吗 无行啊 低声啊 你可好 最后最后 你还指着邓少良的鼻子 你说要掺你 你等着受处罚 言下之意 皇上要砍他的脑壳 哎 我低声 你这么一说 当官的要掉脑袋 楚雄兵 才有斗志 人心涣散 怎么保卫湖南 怎么保卫长沙 后果你好好想想吧 我管不了 我无能为力 我这巡抚能干 我干 我不能干 我不干 回家抱孙子去 你好自为之吧 大人您说这话什么意思 难道说我曾过犯错了 不成 湖南巡抚 落柄张 一看事都过去 他长得精神 把曾国藩 殉教了一顿 当然这话说的比较婉转的 老油条嘛 最后是拂袖而去 胡子绝起多高了 气了 直不无了 我走了 曾国藩气得也没送他 等他走了之后 曾国藩觉着脑子嗡嗡之响 他 长叹一声 坐在工位上 一句话也不想说 罗泽南 王干 报超 手下这些人都过来 大人 笑笑气 您看把民气成这样 你们说 咱们错在何处 我做的哪点不对 大人 事情就是这样 嘴大嘴小 现在就得委屈求全 当心您的胡体 不过大人 我们看这个事还没远远没有结束 打了绿英兵能完得了吗 邓少良能不报复吗 骆炳章他们回去能不插圈弄套吗 我看这麻烦事还在后腿 你看这罗泽南 又有经验 曾国藩点了点头 也背不住 果然 要是罗泽南猜对 那四个兽型的绿英兵 背回鹰盘 他说插箭游营 回去把箭就拽下去 打成那么重的伤害 有什么型都起不来了 要是说其中有三个身强力壮 挨武士棍子是皮肉之苦 真要趴个个把月 伤也就能好了 磅伤和棍伤好治 其中有一个姓王 这叫王连生 这王连生45岁 在没受刑之前 他就闹病 闹的是重感冒 发烧 吃不下饭 再挨这五十棍子 再一惊吓 再一插箭 回去 这病是越发严重 就在行刑当天的晚上 定更天左右 完了 交代的 好人这一死可了不 绿营兵就开了锅了 哎 没想到老王死了 死在曾国藩的棍下 没有曾剃头 老王怎么能死呢 杀人偿命 欠债还钱 烦了 他不干了 这就开了锅 毛头全指向曾国藩 他们找出几个代表来 来找邓少良 副将大人 您和着这些吃这哑巴昆了 咱们楚雄邪在全国是响当当的 从来没受过窝囊气 一般的当官的见了咱们的弟兄 那不说恭敬吧 也得礼让三分 唯独今儿个遇上个曾屁头啊 这小的是吃生米的 这口气我们可咽不下去 现在人死了 你说怎么办 哎 你说怎么办 邓少良也真怕这曾国藩 但是觉得这事是够严重的 好好好 各位等等 我现在找暴君门前 我请是上级 看看怎么办 一定给众位一个满意的答复 我大人 要咱们扁了扁了就算了 我们就不干了 回家种地下 不干了 当夜晚间 邓少良啊 鼻子嘴都起着大炮 他也上火 没吃过这亏啊 指挥前军万马 报他 前提出风陷阵的毫不在乎 杀齐个宰娃个 他也干过 哪受过热窝囊气 当着我的面揍我的人呢 就曾屁头太邪乎了 半夜咱们找暴起暴 咱们说过 暴君们暴起暴 按现在新官签来说 湖南警备区司令长官 司令员呀 他管这一省的兵 最高的五官头 什么事不得找他呀 邓少良也归他指挥 砸开门他来了 见着面他哭了 君们 我这复将我不能当 包起包这小子也护肚子 是不是又为增剃头 是啊 太不像话 林平我跟您介绍介绍 哎呀 气死人了 是这么这么这么 当然他说话也不识 添油 加醋 添汁 加印 最后他自己还编了几套 这曾屁头说什么 把您说的一千不值 骂吧 他说我什么 他说您 不会带兵是个粗人 说您呢 是个血外行 管的这些绿营兵 乌七八糟 说您不称职 言下之意嘛 他要伸奏朝廷 请皇上把您的纸给您撤了 养着美 他妈的来 这个婊子养的 整这个整那个 整得我包起包头上来 可杀不可留 是啊 现在咱们的人 王连生死了 死在棍上之下 太惨了 全营的弟兄都划变了 如果没有个适当的解决办法 这些人都不干了 我这兵就散帘子了 包括怎么办呢 谁保卫湖南 谁保卫长城 这样 这样吧 这样 你们把这死人 抬到审案局去 交给曾国藩 把死人给他 另外告诉曾国藩 审案局 必须为王连生的事情 负全责 必须披麻 代孝 像大孝子一样 给王连生 出丧发病 他起码得 做到这一点 做不到 我就不答应他 有您这句话 好吧 不过他说了 他要说 跟您商量商量 打个招呼 本参与我 在皇上面前 想告我一状 万一皇上要 要撤了我的职 要了我的命 这我 别说了 他有一告 咱有一诉 他会给皇上上本 我就不会吗 明天 我就找人逆词 我也给皇上上一本 把他给拨回去 有我呢 保你平安无事 哎呦 谢军门 谢军门 有他给撑腰 这邓少良啊 本来都粘子了 现在又支愣起来 邓少良回到军营里头 告诉大家 嗯 中外啊 该睡觉睡觉 明天有明天的活 我已经请示了军门 军门大人有令 明天吃吧早饭 把王连生的尸体 送到审 案局去 交给曾国藩 咱不管了 让曾国藩等人 劈麻戴孝 跟大孝子一样 给王连生 出伤发病 然后 咱下一步 再商量 大家看怎么样 行 这还可以 头天这么过去 第二天 喝 吃完饭之后 集合了五六百人 各拿刀枪 用门板 排着王连生的死尸 就来到审案局 街上 市农工商 来回的老百姓 一看 这耗子动刀 窝里反了 太平军没来 战争没打 自己人跟自己人干起来 这回可有热闹看了 折腾几天了 人们就在耗子看热闹 再看楚雄邪的士兵 二次来到审案局 大事 要开始进攻 排着尸体 这人他这般受感染 你这般死人一死了 他难受 也不问青红皂白 这情绪就来了 一个个眼珠的发红 嗷嗷直叫 曾国藩呢 也预感到问题严重 像手下人也都做过交代 实时加防范 房上墙上 路口都有炼勇 在这支班放哨 李老远就看见 啥叫鹿飞跑回来 大人来了 昨天授刑的 有叫王连生的死了 他们抬着死士来的 要冲击审案局 也什么要求咱不清楚 真的真的 我们都了解清楚 这人昨天晚上定更篇就死了 曾国藩感觉的问题太严重了 人命关天呢 他不说着玩呢 当官怎么着 当官也得负责任 来人了 报超王干 你二人负责 把审案局大门关闭 上栓落索 他们怎么叫也不必离他们 我相信他们不敢冲击审案局 这是衙门 院里头做好防范 没我的话 任何人不准动物 哪个不听 按军法从事 听见没 是 是 朱尔迪也做好准备了 刀墙棍大 都蹲在墙根顶下 大门关上 顶上 锁也锁上 正这时候 邓少良就到了 一看一看 沈岸局大门关闭了 把这死尸放在门前 邓少良也来了 精神 就骂他 曾国藩 你出来 曾剃头 有本事 你露一面 杀人偿命 欠债还钱 如果你不露面 我们可要进宫了 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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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好 攻击准备 曾国藩 你出来不出来 有胳膊 腿有腿的 滚出一个来 有带火气的 出来一个 出来 出来 曾国藩 在千丫房 坐着 听得清清 脸的气的 都绿了 那心 跳成一个 不怕死 这气瘦了 不理他 那爆炒也气坏 拖了个大光榜的 拎着鬼头刀 干嘛 对 曾的人要一声令下 我就冲出去 少说我得砍倒 他四十个 哎呀 王不好当气难受 曾国藩没话 谁也不敢动 这话一点不假 曾国藩一向是军令如山 没有这个微信 还了得 外头骂了 能有两个时辰 俩时辰 就四个小时 最后 把邓少良骂的 嗓子都哑了 骂不出伤来了 那要说他怎么不进宫呢 不敢 敢吗 他不傻 你想这不是 跟敌人作战的 公关夺债 冲锋陷阵 不是那么回事 沈南局这衙门 是皇上批准 光天化日 他领着军兵 往里头一冲 里边肯定还击 这一还击 七十咔嚓 兵工相见 这死多时间 死个百八十 这不新鲜 这事要闹起来 皇上能答应 起码自己的脑壳 算保不住 不管你有理没理 他也害怕 咱们老半天 一看里头不出了人 你怎么骂 人家不言语 嗓子也哑了 哎呗 来两人 大伙一听 怎么这事 过来 大人 里边说怎么办 他里边不言语怎么办 他不言语呢 咱们进步 不能进步 那怎么办呢 骑虎难下 哎 把死尸搁在门口 咱不要这死尸 给他了 咱们过来 咱们密定几条 叫他接受 这几条要不接受 咱再说 好吧 密了三条 找人拿了笔和纸 把这三个条件写到纸上 弄了点浆糊 贴到审案局大门上 又待了一会儿 骂了几声 里头没声 大伙骂得也没劲了 又渴又饿 死尸搁这儿 先撤撤撤撤 撤 都撤走 他们回营盘听信不说 老百姓看了看 没动静 老百姓也散了 他们都走了 单说审案局院里 大家做好了准备 一听没声了 包括曾国藩 也感觉到蹊跷 新说话莫非撤了吗 究竟下一步 他们要做何打算 曾国藩 听着外边没动静 不知道怎么回事 让康福出去看看 康福咱不止一次说过 现在是曾国藩的贴身保镖的头 康福是全心全意 为曾国藩服务的 提着把刀 到了外边 隔着门 听了听 真没声 撤 一逼得要上了墙了 来到墙上往外看看 没人了 大门这 一扇门板 拿单子盖这个死人 哦 明白了 票的外头 转外头看了看 没事了 又回来 见曾国藩 大人 邓少良他们撤了 外边搁下一具死尸 大概就是那死者 王连生的尸体 另外门上 还贴着个条 我看了一眼 没想起看 把大门打开 把那条接下来 我看看 哎 一切恢复正常 大门开了 审案局也不能审案了 自顾不暇 有人到外头 把这条撕下来 好在钢湖上没干呢 江湖未干 所以完好无损 拿进来 罗泽南接过来 大人 您看 我听听 哎 您听到啊 邓少良代表楚雄邪 批了三项要求 这上面说 如果我们全答应了 这事就算结束 如果有一条不答应 这事完不了 您演吧 第一款 王连生 受刑不过 死在营盘 要求咱们审案局 全体人员 给死者 劈码代孝 这是第一条 哼 下边呢 呃 第二条 呃 要求 赔偿 死者 损失费 白银 一千两 持心忘卿 第三条呢 哎 第三条更严重了 严惩 打人的凶手 嗯 让行刑的那两个团兵 给死者偿命 就这么三条 真想的不错呀 曾国藩 马上把这条拿过来 咔嚓咔嚓就死了 来人 把死者的尸体 给我搬开 不必理他 我一点也不答应 罗泽南不愧是大谋士 罗泽南一看 赶紧过来 大人喜怒 大人 我看事情不要太计划 最好能解决 尽早把他解决了 那你的意思 这三条我得接受了 强人所难 你让我接受 不不 卑职没有那个意思 但起码 我们可以跟他讲讲价 可以逃逃价 讲讲价 互相都让一步 这事不也就解决了 我看关键问题 就这死人的事 我就纳闷 五十军棍 怎么就能打死人 从来没有过的事 罗泽南说是 我卑职也觉得蹊跷 是不是这个人有病 对 你说的点子上 当务之急 先把这个事弄清楚 派个人了解了解情况 死者究竟是死在这个 刑伤之下面 还是他事先有病 要事先有病 对咱们来说 太有好处 咱就不至于这么被动 大人说的极是 那你看谁去了解情况 哎呀 了解内情 就得找楚雄邪的人 我听说楚雄邪的人 往往一致对外 像这种事情 很难了解清楚 最好找跟他们认识的人 哎 大人 杨再福原来当教官 曾经训练过他们的人 他里边也有几个老熟人 是不是叫杨再福去他 对对对 把他找来 杨再福一会儿来 大人 你去给我办一件事 这么这么这么的事 您放心 我一定把你摸清楚 杨再福去了 揣了不少的银子 当然了 是背着利用两天的时间 后来找着绿营兵 就这楚雄邪的 还是个使长 小头头 给他钱了 有钱好办事 请他吃了顿管子 了解这个事 这使长把底给卸了 使长说是啊 那王连生啊 原来就有病 他得的是啊 重感冒 发高烧 一只趴了有六七天了 天安那天放假吗 不是 过节了 稍微见点好 那三个弟兄就拉着他 非要请他喝酒 就这么他们到了火宫殿了 他刚见点好 结果出事 这一出事紧跟着 就把他拉到衙门去了 揍了五十棍子 又插了剑 他又害怕 这病一发作 所以病更天就死了 这是真的 要说是身强力壮的 不是那么贵事 事先的确有病 在哪看的病 清楚 哪个先生给看的 他知道 那天我给派的人 在利生药店 利生药店有个姓赫的 一个先生给他看的 那么你能陪我去他 我可不敢去 那要叫我们副将大人 知道我吃里爬外 还了得 明确了解起来 道德能问清楚 杨在福跑到利生药店 见着姓赫的这先生 一了解这事 这先生挺直率 是 有这么个事 哎呀 有个叫 王连生 王连生 对对对 您给他看的病 我给他抓的药 他病挺重啊 我给他抓的 这不是药方底子都有 如果真出点事 比方说对症什么的 您敢对症 那有什么 我给他看的病 他的确有病 千真万确 那您能不能给出个手续 行行行 好吧 这是干净利落 有这个东西就好办事 打官司全凭着这个证据 杨在福两天把情况摸清 回来见着曾国藩 做了详细的禀报 曾国藩一看乐了 泽南哪 这回还有什么说的 说明他不是死在刑伤之下 咱就不怕 道人话也不能这么说 虽然不是死到大堂上了 是打完了死的 真要抓住这个把柄 告咱一撞 咱也挺被动 国际军记是123条第8款 记载的评清楚 不管是官还是兵 在有病期间 可以暂缓行行 有病的期间 可以暂缓行行 可以延期 咱这事先没摸清楚 有病还可以打呢 这个事真要告咱一撞 咱也被动 你看这事怎么办 我看这事怎么办 咱现在有证据 对不对 他也不那么理智气壮 卑职 我去代表您我谈判一下 把这事尽量尽早的解决 省着出大乱子 好吧 那你就代表我辛苦一趟 见邓少良 好好讲 但是我们绝不能吃大亏 吃大亏 我坚决不答应 是是是 我尽量去办 要不有这么句话 红花比绿叶配着 光那么干的花 再好看也不好看 再得清枝绿叶才好看 曾国藩再能的 手底没有帮忙的 没有爪 也不好使 罗泽南真是一员大将 代表曾国藩见邓少良 一开始和这邓少良 七个不服八个不分 120个不答应 这么也不行 那么也不行 罗泽南是距离力扔 成破厉害全摆得住 你说怎么对吧 真闹翻了 你能减什么便宜 你有一告 我们有一诉 真打得黄上那些 你有什么好处 曾的人是饶人的吗 你想想 真要撕破了脸皮 我们就做不到一块谈判了 你让一步 我们让一步 这事就解决了 后来提出这些证据来 邓少良一琢磨 这事这么办也行 好吧 经过讲假讨价 哎呀 只干了一天 最后达成协议 也是三条 三条协议 达成了 全都同意了 邓少良说 如果这三条 曾国藩答应 你这事就算的过去 读解 没完 好嘞 罗泽南回来 见曾国藩 大人 好不容易 非之算尽了力了 达成协议了 怎么达成 这有书面 您过目 这怎么能行的 这万难答应 大人 您就答应了 再也不答应 这事不好办了 我已经跟他讲的 没法再讲 大人 你好好想想 我们吃点亏 吃点亏 那又说 都是什么呢 第一款 就是审案局 可以派人负责 把死者王连生 送回原地 买棺材送回原地 什么批马代孝 免了 这就够巧 这头一条 第二条 赔偿 扶须金 死者的损失 有一千两 降到五百两 这五百两 审案局拿 第三条 严惩凶手 这时候没答应 那行刑的 犯了什么罪了 那能当杀人的凶手吗 绝对不能答应 所以那两名行刑的团兵 开出团集 永不再用 开出 拈出呀 完了 敌堂对命 不可能 就这么三条 这么烦气的心直跳 不想答应 但考虑到罗泽南 也真不容易 跟大家一商议 大家说就这么厉害 这么大的事过去了 也算不错呀 所以曾国藩也勉强答应了 这三条 开始实现 抽错银子 派专人 把零九送回王连生 元祭 最后开除的那两个团兵 曾国藩亲自接见 表人的嘴角多高 大人 大人 对不起你 本不堂 无能 不能保护你 你们受委屈 战时回到元祭 先当两天平民百姓 一旦风波过去 随时你们都可以回来 好吧 在帐篷 每个人给支文银 二十两 作为路费 谢大人 谢大人 我们真没待够 回去了住个三个月 五个月 我们还回来 可以 暂时先避别 好吧 对不起你们 两个人掉着眼泪 拖着银子 走了 这场风波表面上 算过去 好 等到晚上了 曾国藩越回味越憋气 越回味越憋气 哎呀 那一声 大口吐息 这人气象大 哎呀 把大伙给忙坏了 赶紧请郎中给治 曾国藩是一病不起啊 病了三四天 起不来 脑袋嗡嗡之响 曾国藩心说 当官就那么容易 太难点 我哪做错了 处处撤走 处处刁难 太难点了 明有理的事就行不通 还得委屈求全 骆银章 包启报 清德 邓少良 这些败类 我非告你们一撞不可 他呼呼呦呦的起来 跟谁也没打招呼 把灯调亮 提笔在手 给皇上上了一道折子 写了十几句 他把笔又放下 心说这么办 妥不妥呀 我在皇上面前 本餐 骆饼章 包启报 这湖南省的封疆大吏 文武最高长官 还有带兵的副将 都叫我告 尽管我有理 皇上不了解 皇上对我什么看法 你把湖南的文武大员 都给告了 就你好 你安什么心 你是不是有野心 明明有理 又变成了没理 皇上是个多疑的人 不妥呀 不妥呀 告不得 告不得 尤其是天意难测 不知道 吉凶 祸 福 封锅帆 要本餐 包启报 邓少良 和骆饼章 但是写在半截上 把笔又放下 感觉到此事不妥 皇上不了解情况 皇上一看 你把湖南的文武大员 全给告了 你想干什么 尤其当今的皇上 才技甚多呀 弄不好把自己给炫的理 他不能告 有理没法讲 真是天意难测呀 气得他 他直撕了 把笔 咔吧 就绝舌了 然后就犯了病 犯什么病 他一着急 一上火 浑身上下 痒得要命 牛皮选又犯了 平常他咔嚓咔嚓就挠 但是没这次这么严重 大夫跟他说的清楚 你一招大急 干火 一胜 你这个选政 就爆爆 哎呦 把他一压 毒气 他把衣服也脱了 也顾不得什么理解 不理解 反正在自己的房间里 毛的那个皮 一层一层往下落 毛的前后心都冒了鞋 就是这腿里子简直 惨不忍睹 要不是这个皮肤病 这蛮可要命 你平好人得了皮肤病 这是一种完症 不管什么选 这个真菌感染是特厉害 曾国藩这一辈子到死那天 这病他也没治好 说起来还有一段插曲 他原来在北京的时候 犯过一次 那也是着急上火 那简直痛苦难当 那痒的简直就受不了 像多少万只小虫 都冰在你的肉上一样 你说你在大平广众之下 你能挠吗 你能垮吗 不可能 你就得忍着 回到自己的府里 把门插上 没人了 脱光了 咔咔垮 再上药 就这病就受不了 后来他决心想把这个病他治好 请了个江湖郎中 干嘛请江湖郎中 因为找那有名的座堂先生 也没少请 吃药也白吃 上药也白上 白花银子 有病乱投医 这个江湖郎中说 会偏发 来了 包你好 一天一复药 就住到府里头 天天观察 口服的 外擦的 治了仨月 也不见功效 后来曾国藩心说 骗子 我花钱多少不做 你就不骗人吗 我看你将来对我怎么交代 这郎中就吓坏了 你看这是官 曾国藩脾气也不好 仨月没给人家治好 那这人的牛皮吹得鼓鼓的 将来怎么交代 有点头疼 后来呢 他发现曾国藩的皮身的 服侍他的 叫王精七 王精七 延然像个总管事 这江湖郎中也有招 把这王精七啊 约到街上去了 在前门外找了一家大饭馆 请王精七吃饭 在西前呢 给王精七就跪下 说总管大人 你得救我一命 我这回走眼了 我没给曾的人治好 你说曾的人受了这么多的罪 花了这么多的钱 将来我怎么交代 一旦呢 我蹲奸坐狱了 我家上有老下有小 我一家人的命啊 就保不住了 求您呢 给出个好主意 王精七说 你这个人没那么大能耐 你说那么大话干嘛 我们大人非常认真的 将来你真是个麻烦 那无论如何总管 您得帮帮我的忙 过来王精七心软了 王精七说这么办 我向你谢个礼 你知道我们大人 是什么转世偷胎 那谁不清楚 转世偷胎 我们大人是盲奢经 转世偷胎 你到了乡乡县 你到了我们那个家乡 白杨平 没有不知道的 家喻户晓 那就是我们太夫人 怀他的时候 做了个梦 梦见千年的大蟒蛇 从他嘴里进去 然后就生谢我们大人 所以大伙可以断言 是蟒蛇经济转 要不他身上怎么起那鳞片呢 你给治病你没看见 原来如此 行了 我谢谢你 我谢谢你 我有办法 等到最后这边 这江湖郎中来见曾国藩 曾国藩就皱着眉 我这怎么你给我治不好 大人 我有一非礼的要求 大人您能答应 说吧 什么事 屋中没外人 您能不能把衣服 捆掉脱光 我好好的看看 为了治病 曾国藩说好吧 门关上 把衣服全扒光了 赤身裸体 这江湖郎中跟真事一样 带上花镜 从前边看到后的 这会看清楚 你看曾国藩 前胸脯子 两肋事 后背 大腿里子 胯骨 腰上 胳膊 找着这两边 全是这么大块 一圈一圈的 白圈的牛皮圈 要发作起 全都藏起来 都鼓起来 人家丑 哎呀 恭喜大人 贺喜大人 曾国藩把医生 传好了 就问他 我身上得了完证 你怎么还给我贺喜 大人 您不能治 您得忍着点 这这我 我述个罪说 您不是一般的人 您是千年的盲蛇转世 偷胎 您不是凡人 您身上这些东西 代表您就是盲蛇一转 这是自然现象 如果说给您治好了 这些东西都不存在了 您就不是千年的盲蛇经济转 不能治 您得带着 到时候次样 您就忍着一点 如果真给您治好了 真消失了 不存在这些标记 将来您怎么入革拜相 将来怎么做一品大员呢 将来您是先贺一品的骨子 您得入革拜相 所以我才给您贺喜 您说这江湖人多能说 我这一顿白话 说的曾国藩不但不生气 还乐了 哈哈哈哈 诚如先生所言 那我就不治了 来呀赏 还赏了个大元宝 哎呦 这江湖郎中乐坏了 出去把汗擦擦 哎呦 哎呀汪精七算救了我 他把这钱拿出一半 谢过汪精七 他算躲开这场灾祸 打那之后 这曾国藩还真听话 就不治了 自以为我是千年的盲蛇经 一转 我有这个标记 将来我能入革拜相 都想当大官 大官还讲大 没法那么大 那才行呢 怎么叫人心无拘 蛇吞象 那蛇那么粗 想把大象给吞了 人没有满足的时候 这个欲望 难听 真是不假 当然有这个精神支柱 他不治 不治 他也没怎么犯 平常痒一痒 就过去了 唯独这次 太严重 卡着卡着的 挠我 他心里得有干活 汪精七 一看 这皱眉 大人 我给您挠得了 挠 很劲快 我想了个招 有刷子 我拿刷子 给您刷得 硬毛刷子 愣刷这肉皮 卡着卡着 歇一穴淋漓 你别说 等过了劲儿来 拿热水再烫一烫 抹上点皮肤药 曾国藩 这个痛苦劲儿 才过去 他泡着的时候 汪精七 服侍着他 他脑子也没闲着 骆饼张 瞧不起我 那画我是牢记不画 长毛子要来了 靠的还是绿营 我这点团兵不顶用 我这大团 只能维持治安 抓土匪 抓小贼 端不到大台面上 这简直对我瞧不起 对我的大团 更是瞧不起 他们之所以连成一气 排挤我 就因为我不中用 我要把我手下的人 把练的都是精兵净律 左相批民 他敢小瞧我 曾国藩心说 当初我练团勇 其目的 不在于维护治安 维护治安我就不干了 我回家待着好不好 我要练出一支精兵 要练成增加军 我这支军队 左相批民 横行天下 能对付的老长毛子 这是我的目的 看来我在长沙 英雄没有用物之地 我处处受排挤 我受不了 我咽不下这口窝能气 再者一说 现在绿营 跟团练之间 矛盾极深 将来是不可嫖和 没法再待了 不待了怎么办 我上哪去 哎 有招 他忽然想起来 在二月份 他给皇上递了个折子 他提出湖南横州 谁匪作乱 那是必争之地 有意呢 把大团带到横州驻杂 皇上批服同意了 同意了自己没搬 没搬为什么呢 有顾虑 那这好么样的就搬家了 骆炳章他们该怀疑了 你干嘛 哦 拜托我的控制 你另行一趟 你是不是这意思 你有野心 怕人家找着借口 现在情况则不然 不摆脱这个处境 没法发展 上哪去 上横州 龙龟大海 无路深山 到那时候 英雄有了用武之地 我可以大展宏图 搬家 不在这待了 我相信骆炳章也能同意 这一晚上他也没睡好觉 等第二天 也不那么次养了 上完了要换好衣服 坐上轿子来拜会 骆炳章 骆炳章一看曾国藩来了 一礼相待 这老油条多展都挺千功 哎呦呦 低声来了 坐坐坐坐 他认为曾国藩来啊 又提这个事 哪个事 他没想到 一问什么事 曾国藩把自己的要求提出来 忠诚大人 横州地处要冲 那个地方没人治理 不行 我最近街道匪情 十分严重 我以为我带着大团 转移到横州住 咋 您以为如何 陆平常一听上 要搬家呀 长沙待不了了 要转移 阿弥陀佛 你快点走吧 你 你快点走 你是个多事的母子 咱俩都住在长沙里 一天我脑袋都疼 哎呦 现在他手下的大团 跟绿营兵经常发生磨叉 我听说在街上别见面 一见面就骂 骂急着就打 早晚就得兵工相见 真在我的眼皮底下 再闹点大事 我吃不了兜走 曾国藩想要搬家 太好了 他心里高兴 表面还不那么说 哎呀 低声啊 你说的有一定的道理 但是你到了横州 会遇上很多很多困难 这样吧 你要决心一定我支持 有哪些困难只管提出来 本官给你做主 也就是多谢大力 我决心一定 最近我就走 好好好 要那样的话 我们也得表示表示 别着急 表示表示 哎 没过两天 在长沙城有名的大饭馆 取而久驾 以洛炳章为首 盛牌艳艳 给曾国藩剑行 四道大员都参加了 不正使 按插使 知府衙门 知县衙门 文武衙门 全派来代表 正堂官全到了 唯独有几个人没来 提督报起报 拒绝邀请 不参加 副将清德 邓少良 不参加 他们不来也好 少是坐在一块儿 他别扭 这一天 红灯高挂 曾国藩 率领着 营官少长以上的人 也全都参加了 骆炳章跟曾国藩 并肩坐的主席位是 再看骆炳章是 谈笑风生啊 当众一宣布 鼻声 要领着大团搬家 赶奔横州去驻扎 飘起千金重担啊 将来咱们湖南的南边 就依靠着 曾滴声 湖南巡抚 骆炳章 率领全省 四道大园 在曲员九家 给曾国藩践行 哎呦 四道大园都来了 席面上是 笑语欢声 骆炳章 曾国藩 并排坐的主席 其他人坐陪 其实谁心里头都有数 同床异梦 你别看表面上说说笑笑 各有心腹事 官场之中大多如此 骆炳章 骆炳章 炳出新兵 炳出新兵 炳出来也得掉到大燃缸 也好不了 所以呢 两个人心里的 想的虽然不一样 表面上 特别融洽 骆炳章 请悲在手 各位 我说几句 大家敬一敬敬一敬 众所周知 笛生啊 来到这七八个月 自从大团建立以来 咱们长沙 以及省城周围 治安形势 大有好转 这是有目共睹 笛生 为朝廷分忧 为老百姓做主 立下了汉马功劳 此次 笛生主动情应 因为咱们长沙地方 虽然安定了 恒州 那地方不太安定 他主动请应率大团 要住房到恒州去 故此本官 今日设宴给笛生践行 给笛生的弟兄们践行 来 我敬酒三杯 干 干了 干 接下来 曾国藩讲话 曾国藩 话语不多 但是 仅给洛饼张戴高帽 什么事情都离不开 洛中城的支持 方方面面大大小小 洛中城尽心竭力 我深感 佩服 另外 我也深表感谢 此番 住房到恒州 还离不开中城大人的支持 往中城大人 无论如何 也把我们大团给忘了 哪里哪里啊 怎么能这么说呢 有什么要求你只管提 我能做到的 我一定尽力帮忙 那好 那我现在就有个要求 我打算在您手下戒掉几个人 行了 说吧 都谁 因为团勇之中缺乏教会 因此呢 我想请参将塔其部 到我那里去 不知您舍得给 舍不得给 另外 周凤山 楚电源等人 我也非常高兴到我那里去 不知道您能不能支持我一步 请 不就这仨人吗 拖了 马上把这三位给我请来 时间不大 塔其部 周凤山 楚电源 三员大将 来到前面 参见二位大人 免 坐坐坐坐坐 哎 方才我跟笛生 商量好了 笛生对你们的 无意 兵法 都很欣赏 从现在开始 你们调出绿营 正式加入团练 你们就归 僧的人直接管辖了 你们愿意吗 仨人一瓶 早就愿意 无泪在绿营里的呆着 跟曾国藩的感情都不错 一看正式 做了移交手续 三个人非常高兴 大人 愿听大人拆派 今后 在曾大人 麾下 效力当差 好 此事就这么定了 医生啊 还有什么要求 忠诚大人 首先有一点 就是钱呢 没钱办不了事 我现在深感经费 十分的困 希望我们到了 恒州之后 如果有马高 邓短之时 大人 这钱要及时给拨到 医生你放心 一个我掰开咱俩话 凡是你需要钱的时候 你事先打招呼 我是尽心竭力照办 多谢多谢 现在没胖的 就是这么两条 说完了 接插吃饭 书说简短 吃完了饭 大家各自回府 次日平民 曾国藩传下命令 大团 骑队 赶奔 恒州 骆炳章没送 派其他的人代表自己 一直把曾国藩的队伍 送出北门 这才攻守告别 但是说曾国藩 骑着一匹大白马 全身的官服 前护后拥 旗帜漂白 人欢马乍 早的时候 曾国藩是新潮澎湃 曾国藩新说话 有一句话 恰入七分 叫什么呢 叫打破玉龙 飞彩凤 顿开金锁 走蛟龙 我此番 赶奔恒州 是被逼无奈 其实我早就应该走 在这个试飞坑里 我还有好吗 这回赶奔恒州 是龙归大海 虎归深山 我可以大展的鸿铺 催促队伍 加快进兵 这队伍 快快快快快 一路之上 鸡餐科研 小型业注 书说简短 到了恒州 恒州的知府路的人 知县早都接着通知了 列队在城外攻后 见着曾国藩 彼此寒暄之后 众人合在一起 尽了恒州 咱们说到这里 介绍介绍 恒州在当时来讲 那是仅次于 长沙第二大城 水路要出 商业繁荣 人口密集 是湖南省南边 最大的城市 这地方非常富足 民风也强悍 曾国藩对 恒州有特殊的感情 为什么呢 第一 他年轻的时候 在这念过书 在恒山的十股书院 读书三年 交了不少的好朋友 受益匪浅 这是一 第二 他的夫人 欧阳氏 就是恒州的人 现在老岳父 也都住在恒州 从小他对恒州 就有特殊的感情 就觉得在这 跟家乡 没有什么区别 你别看是乡乡人 甚至在恒州 待着 比乡乡还舒服 还自然 这玩意 他心情不一样 你别看 阔别多年 这次回来 闭上眼睛 每条街道 哪往哪走 心里都有张图 非常清晰 因此 因此到了恒州 住在公馆 陆之福说了 曾大人 全给您安排好 这大团一千多号 也有演兵厂 明天我陪着您到小西门外 您看那块那个演舞厂 能用不能用 缺什么您就吩咐 第二天 知府知县陪着 到了西门外 演舞厂 放眼一看是一望无际 这个大演舞厂 比长沙南门外那演舞厂 不知大多数倍 但是满目荒凉 恒州的老人们都说 打鸡身的时候 就有这个演舞厂 据说好像是当年吴三桂 在这称帝之时 开辟的地方 可打那之后 就没见过谁练兵 所以就成了撂荒地了 那荒草都长得多高啊 地方是不小 曾国藩看了看 深感满意 好 马上拍板做了决定 让大团就驻扎在这个地方 旁边有条街叫桑园街 桑园街有一处房子 挺宽大 叫赵家祠堂 曾国藩亲自点头 赵家祠堂作为指挥部 这就是办公的地方 另外命令团丁在这建造营房 他们准备长期 他们准备长期驻扎 所有少管 少官 少长 使长 以上的官员 全都住到赵家祠堂 开会啊 商量点什么事 方便 盐兵兵场就在眼皮底下 出门就是 样样方便 形成一品 连曾国藩也住到赵家祠堂 这都粉刷一心啊 从第二天开始 这些练影 偏偏起来 打扫演兵场 割草 平整土地 安置虚用的东西 没到几天 焕然一心 陆之府来了 一瞅 变了 哎呀 真了不得 听说曾国藩是个人 最务实不过 到这块是雷厉风行啊 把一片荒草地 几天的时间就变成这样 再看 演舞台 各种应用的设施 应有尽有 曾国藩忙得晚上都睡不好觉 可这些事情一切就绪 大团也安排好了 依然是天篇练操 尤其塔其部 杨赛夫 这些人来了之后 增添了新鲜血液 教官现在不缺了 但这兵也就是这一千左右 曾国藩是心事重重 这天到外头查看地乡 罗泽南陪着他 两匹马带着亲兵 哎呀 曾国藩就给罗泽南介绍 我当初念书的时候 常在这水中 浮水 在这块使船 经常在西山一带逃马 这都是我年轻小时候 那些玩的地方 现在看起来是倍感亲切 将来咱应当开辟打 应当干什么 两个人说说笑笑 快到中午兵马回来 到了赵家祠堂 你看 哈门前围的人 人山人海 离着不远就听见 炮猪之声 罗泽南乐了 大人 您昨天晚上吩咐了 今天营务处正式开始办公 弟兄们大概在这祝贺呢 走走走 快快走 等到了人群甩一凳下马 亲兵把人群分开 曾国藩和罗泽南进了里面 一看可不是吗 大门左右 贴着对联 踩灯高悬 大旗漂白 再一看 在右边 用大红指 写了一行字 这字完全都是历书 写得非常庄重 一行大字 跳入眼帘 曾国藩首年 虚然看看 亲命团练 大臣 大臣 增 下边是 统霞湖南 湘军 营物 冲 本来他挺高兴 一看这行字 顿时 脸就沉起来 这字谁写的 谁写的 三营的营官 王干写 王干书法有两下 写的不错 又是负责人 王干是罗泽南的得意弟子 王干从旁边过来 大人 我写的 您看怎么样 跟我道歐 王干一听哪 错了 大人不高兴 今儿大喜的日子 这怎么回事 没毛病 虽然他知道曾国藩管的严 但是想不出自己犯了什么错 挺不高兴 在后头绝嘴跟着 等进了欠牙房了 曾国藩坐下 王干 大人 有事 那字是你写的吗 你知道你犯了什么错了 大人 这我还真不明白 哪有错 是哪个字写错 王干 你这不是犯错 你这叫犯罪 咱们私下里说话还可以 明皇皇大字写上了 贴在大门外的 千人丑万人瞧啊 今天你看来了多是 资官两面 什么人都有 这头一句你怎么写 亲命团练大臣憎 对吗 没错 你们本事这亲命 是皇上点的 皇上派的团练大臣 一姓曾 这错 错就错在这里 亲命 帮伴团练大臣曾 你忘了俩帮伴 这这俩字你怎么能忘 帮伴 以此 确定了主族 关系 洛炳章 为主 咱为祖 人家为正手 咱为副手 这你怎么能忘 这可不是一般的小错 叫皇上抓一招之错 你我一令 我一令 难 前文书咱说了 曾国藩 一走 恒州 坏事变成了好事 真好比 隆入大海 无归深山 导致他得食权 自己说了算 不像在长沙那种 竟上眼皮 处处撤肘 这这多好 又在恒州 成立了营务处 营务处管理大团 一切活动 无所不包 咱们说了 营务处成立这一天 曾国藩 就把爱将王干 狠狠地教训了一顿 年轻人你真不懂事 你牌子你怎么写 帮伴团练大臣 你把帮伴去掉 你跟我商量 言然我是一把 我就成了团练大臣 你把主从关系给颠倒 往后这种事情 切切不可忘记 这不是一般的错 你明白吗 曾国藩心多心 咱讲经敌虎 现在也是如此 市长就是市长 副市长就是副市长 那任命上标的轻轻 你不那么说 那副市长也叫市长 当然那副市长挺爱听的 不在那副字多等 那那么不行呢 那一把跟二把那是有区别 主从关系不能编到 曾国藩 办事极其认真 首先严厉的教训了 我干这首 另外你下边写的 铜虾湘军营物处 哪来的相聚 咱是团练 咱现在不是军队 咱是练勇啊 皇上就是这么拼 勇跟兵都不一样 你这么做 叫皇上要挑了礼 这还了解 现在国家公认的 全国一支军队 就是绿营 再往上发起进海 没有其他的军队 你能够相军 谁封得你相军 你独树一帜 要说你有野心 另立山头 抓你一招之错 连你在我脑袋都得搬家 你懂不懂 王干冒了汗 大人 怪卑职 我真不懂 我觉得那么写简明 叫做过瘾 没想到这后果这么严重 曾国藩知道王干是个将才 小伙的文武权 全才 小个不高 但是精神头倍足 聪明伶俐 一元爱将 不能太严肃 批评一阵 作为孝顺 王干呢 你还年轻啊 往后处处留神 千万可别大人 是大人 我牢记不忘 我现在就去改了去 我怎么改 也不用改变 牌子做出来 我让木警正做 因为现在今天 正式办公做不出来 还得耽搁三四天 在牌子没做出来之前 你还用老名吧 老家借助你的大笔 写上乌南神暗局 仍然先挂这牌子 就这么觉得 来试试试 罗泽南 众将领在旁边听着 虽然教训王干 但我受益悲情 想吃这么一个 这门当家人不容易 处处事事 大事小事 都得想周到的 一定是想不周到 就铸成大错 这时候过去了 营务处也成立了 天天操场着练兵 老百姓围观的人 从四面八方来的有件事 没见过这儿 几十年不练兵了 游兵也不练 光看那兵在街上溜达 光看那大兵下祭院 五伯 我这支军队 怎么这么厉害 这支军队 是相拥 是僧的人团练兵 那不也是兵吗 比如他们可倒挺认真 折腾的真凶 从早到晚 不闲着 等我翻到了晚上 没事 我就想起 一千多人 太少了 现在外边的形势 是急转直下 长矛的太平军 占据的金陵 又北伐又西征 声势好大 现在长矛的兵过百万 这大清的江山是岂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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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岂峰 曾光凡一琢磨得扩军 起码手里得万大千的人 这不不定用 但又一琢磨扩军 谁让你扩 谁允许你扩 这请示皇上 皇上不点头 你就要作乱 这个罪名谁也担不起 另外一个有什么理由呢 曾光凡这么一考虑 根据事外的情况 一借鉴 现在先后有十个省 都成立了大团 都有帮办团练大臣 现在他一人不提 成立十个了 十个省都有 这十个省之中 除了他的大团超过一千人 其他的省 像什么江苏 浙江 福建 江西等等 这地方大团也就二三百人 这帮办团练大臣 只能有这么大的权力 五万二三百人 他自己那就算不错了 你还不满意 还要扩大 皇上能不想别的吗 怎么办 这点不定用 他心里是非常着急 您说事情该着 他正着急这两天 突然来着一份 请击文书 打开一看 哪来的江西南昌来的 落款是江中原 过命的好朋友 来着请击文书 现在江中原升了官了 升为湖北暗插使 就不是说后府之复 名副其实的暗插使 而且文官挂武衔 奉旨帅部下楚勇 赶奔南昌池元 现在江西大陆 天天来 天天都在死的 原来太平军的西征大军 已经攻到江西省 破了九江 攻陷瑞州 攻陷慈州 现在急剧大军 围攻省城南昌 现在南昌告急 江中原 就是奉旨池元南昌 被困在城里 快想起曾国藩了 因此派人骑快马闯出围 来见曾国藩 要求曾国藩千万帮忙 究竟你手下的湘雄有多少人 能不能拉到前线来祝国一臂之力 我们现在行事十分危机 另外在近里面也介绍 长毛的小鱼善战 非常狡猛 我们绿营根本不是人家的对手 兵也不行 将也白给呀 希望你抓紧世界 练出一支精兵 能不能派几千人来帮我的忙 曾国藩心说 几千人 我为这事还发愁呢 我不好跟皇上长嘴 正好让你给我帮帮忙 借住你的嘴 皇上点了头 我好扩惧 他马上写了封回信 派人送到南昌 见江中原 江中原 见着曾国藩的心 一看曾国藩说的非常恳心 说明自己困难的处境 没有借口练 人倒有的是 钱也不愁 你能不能帮个忙 马上江中原 就给皇上写了一道奏折 说明现在形势危机 恳请皇上降职 让曾国藩多练江勇 好持援各地的危机 先锋皇帝呀 一看正好碰到自己立即上 不愿意也得愿意 马上降职 批准 让曾国藩可以 扩边 江勇 那就这么一到手 就这么一拐弯 明正眼神 皇上劈起来 曾国藩这天乐 多吃两碗饭 哈哈哈哈 来了 行 这回可以 我愁呢 哎 这回不愁了 马上 让国华 罗泽南 手下的弟兄 分南北两路前去招相语 招相语 哎呀 这人分头下去 简短揭说 不到一个月的光景 曾国华 从乡乡那边回来 大哥 这回我回去没白去 招募了两千五百多人 都带来了 是吗 没过两天 南边的也回来 招募了一千五百多人 双方加笔块 就四千多号 再加上原来的就五千多号 不到六千人 原来高了多少倍 曾国藩是心话怒话 是曾国藩最高兴的 国宝这回回去 领了一员大将 叫金松林 金松林啊 老金剑 老曾剑 都有脚底 子一辈 负一辈 金松林排行在第八名 大伙都管的叫八哥 也管的叫老八 小脱胖子 屎红面 大眼睛黑兜兜 国宝领着他 来见曾国藩 金松林迈 大步来的礼 大哥 你还认识小弟 大哥在上 我给大哥磕头 起来 起来 哎呀 你不是老八吗 是我 哎呀 多年不见 变了 变了 你也胖 也精神 苹果宝跟我说 你在家里练鱼 光你手下就有八九百人 事实上 我都带来了 听说您招募相拥 因此我把家底全都端来了 大哥 从今以后 我在麾下拼命当差 有对不对之处 帮大哥栽培 您多指正 兄弟 没说 你来了哥哥太欢迎 那么 你好好休息两天 不用 精力充沛 用不着休息 大哥 拜什么您吩咐 那你就跟其他几位英国人 马上把这些 全都编成营 编成少 明天就可以开展工作 可以 人也多了 力量也大了 曾国藩高兴就睡不着觉 把手下这些相拥 编成了石营 原来就三营 不会十营 亲兵卫队还不算 这十营 每营的足额是五百人 十营就是五千人 亲兵卫队还除外 另外这十个营 把营官全确定了 卓泽南是一营的营官 那没错 金松龄这一类 做了二营的营官 三营的营官 王干 四营的营官 杨在乎 啪啪啪啪啪 全安排下 这十个营官 是一个赛者 曾国藩要求的非常严格 让他们每日练兵 说现在前线战火连天 说不定每天 咱就赶赴战场的杀力 因此一刻也不能单独 这些人尊命照办 练得就更起劲 咱们单说这一天 江中元又来的 急急球员的折爆 江中元说得清楚 说现在南昌市在危机 我实在支持不住了 恳请劳兄 素派己营弟兄 前来持元 尚且的天下坠之外 与此同时 湖南巡抚洛丙章 也来了紧急的温书 上了一商量的口吻 我低声啊 现在江西 他要保不住 长毛的势力非常大 江中元将我求援 我手下无兵可调 你是知道我就三千多人 还要确保省城的安全 听说现在你这大团扩充了人马 希望你见字之后 素派精锐 十一万 南昌 不得有 曾国藩心说 时隔几个月你求我来了 你不是瞧不起我这大团扩 你说的挺清楚 我手下这练养 只能够捕到抓贼 用不到大台面上 对付不了长毛的劲 你怎么求我来了 哎呀 曾国藩心说 真是可笑 看来人就得争这口气 不争气不行啊 晚上召开了几集会议 曾国藩把这两封信 这大伙都看了 你们各输己见 究竟我们发兵 还是不发兵 头一个王干说话 大人 按理说 我们应当发兵 我们干嘛呀 我们每天一日三餐 吃饱喝足了练兵 练兵不就在用的时候 才有用 有刚得使得认 养兵天日用在一时嘛 但是就冲着洛平章 就冲着这帮王八蛋 咱就不应当出兵 你不瞧不起咱们吗 叫包起帽出兵 让清德出兵 让邓少良出兵 那怎么求得咱头上来 曾国藩心中思想 到底是发兵 还是不发兵 曾国藩 在营务处召开几集会议 跟大家商量 是出兵 还是不出兵 那又说 不出兵行吗 哪有借口 战争年月 什么我的粮草 没准备好 或者我的人员 现在多数都有病 等等等 找个借口 就可以拖延 不是说接着命令 马上就起身 所以叫底下人发言 罗泽南说话 罗泽南不仅是曾国藩的好朋友 而且是智囊 在这十个营官当中 资格是最老 威望是最高 罗泽南说 大人 以卑职的意见 最好是战不能发力 是 我们人员扩大了 现在有五千之多 十个营 大家练的也不错 但你们别忘了 毕竟时间短促 才两三个月的时间 弟兄们 刚扔掉除霸子 就拿起刀枪 尽管练得挺认真 没有实战经验 我们的敌人是谁 是长毛 长毛的这些年没干别的 身经百战都磨练出来 我们这人刚刚成立起来 就拉到前线去 一旦士气受挫 伤亡过大 弟兄们的勇气 就失散了 我的意思呢 能跟江的人 好好解释解释 再烫他个 三个月 两个月 大伙经验在丰富丰富 然后去也不迟 大家说 形成两派 有的说不去不合适 有的就是主张不去 七嘴八舌头 议论半天没个结果 家有千口 主事一人 最后还得曾国藩拍板 曾国藩 一看大家没有什么心词的 这才说吧 各位 我主张还是发兵 我主张还是去 救兵如救火 现在南昌危机 奸辞江的人 这才向我求援 再练个两三个月 黄瓜菜都练 那还有什么用 另外 咱们广操练 不实地战斗 我心里始终是没有 究竟我们乡有没有战斗力 能不能拿到大台面 攻杀战手 恐怕你们心里 他也没 究竟书生 能不能带兵 你们在座的 多数的人 都是书生 能不能领兵带队 我心里的也没 因此我准备拿出两个营 开赴南昌 实地去训练 看看怎么样 大家以为如何 那会一听曾的人说的也对 所以就同意了 曾国藩说 我们要去就得去最精锐 我看 罗泽南 泽自营 金松陵 金字营 你们两营区还是不错 其他的人都可以来这听信 你看怎么样 是 是 一安究竟 到了第二天 这两营一千多人 开始准备出发 两台寄养 军区用度枪支器械 打仗去玩命 曾国藩 亲自照顾他 无微不至 到了第三天 气势 喜好飘摆着 临走之时 曾国藩不放心 送出多远去 千兵敏贯 促脱 我们的弟兄 拉出去 千万要避免伤亡 当然打仗 能不死人吗 尽量少受损 逼你的伤罚 拉出多数人 最好还带回多数人 希望你们 提开得胜 法道成功 大人放心 大人您放心 我们有决心 不给乡友丢人 也就是 达到 打他们走了之后 曾国藩的心 就提着嗓子眼 坐卧不安 哎 饭也吃不下去 不光是他 各营的营官 少长 所有的弟兄 也都担心 前递的消息 这不是训练 玩命去了 究竟跟长毛子交手 结果能怎么样呢 第十天投手 报 前线有消息 啊 快进来 曾国藩 嫉妒的不得了 其他的人 也都过来拼劲 报事的人 警报 大人 我们相拥 在前线大街 打了上张 啊 谢天谢地 都怎么个情况 报事的人 详细评报 说两营弟兄 开服到南昌 在南昌郊外 有个地方叫安福镇 跟长毛子相拥 双方展开 殊死搏斗 最终的结果 我们相拥是 大获全胜 痛击长毛 收复了 安福 永镇 柯宁 连战三战三截 连续打了 三个漂亮的胜仗 而且出奇的是 并无一人伤亡 现在 南昌的手军 非常高兴 信心十足 各项大人 禀报 书生可用 书生可用 小玉 所有的弟兄 把这消息 传达下去 曾国犯乐的 给小孩儿养的 一无外污之转 信说看来功夫不负有心 平常不锻炼 哪行 不加紧训练三军 那怎么能打得了胜仗呢 看来言 就是对 这不能松懈 所有的乡 所有当官的 乐的简直就甭提了 为此事 曾国藩下令 还在全军祝贺了一天 没过几天 消息传来 恶耗传来 两军阵前变化不长 刚打了胜仗 结果就打了败当 报时地上的禀报 说罗泽南 罗大人 金松陵金的人 两支人马 偷赢结债 中了长毛子的埋伏 考悬为全军 尽莫 后来他们拼命 往外冲杀 再加上城里的绿营兵 帮忙 这才摆脱了长毛子 死了两名少官 两名少长 伤帮了二十三名帝 大败而回 不久就能回头 曾国藩是挨了 挡头一巴 真好像冷水 喷头一巴 怎么会这样 信说罗泽南 你身经百战 你跟旁人不一样 你怎么能中 长毛子的埋伏 你事先 你怎么考虑 大大的挫伤了 乡羽的锐气 大长了长毛子的威风 怎么还能死 那么多的人呢 嗯 因为他没到前提 他不了解秦敦 咱们说书的 得详细做介绍 原来罗泽南 金苏宁 两个营 开赴到前提 跟城里头 打好招呼 离着南城啊 南昌城的西关外 十里 安营扎寨 后来第二天 就接到通报 让他们收复安斯 第一次 跟太平军作战 咱们老实说 太平军经常对手是谁 是绿营 那绿营是腐败不堪 你看人多势众 拿刀打枪 吓唬人心 一接楚话啦 就散了 不堪一击 也加上太平军的马匹 一看来了一帮 哪儿的 乡勇 乡勇能怎么的 一路货色 没有认真对待 这一接楚话 吃了亏 没想到曾国藩去年的乡勇 人人奋勇 各个正线 吓唬吃寒 士气失毒 因此连着打了三个圣诈 太平军损伤了不少 收服了三座城镇 通报全省 通报全国 谁都知道 等到他们 到了大西门外头 安营驻杂之后 多泽南就跟金雄林商量 说咱们能不能在胜利的基础上 乘胜再打个漂亮的胜仗 能把这西门就是永和门 才能拿下来 跟城里的手机 双方沟通 大败长毛子 江中原江的人 现在就在城里 严巴巴等的帮忙 外围全都是长毛子 能把长毛子击退了 咱不就不白来吗 这金松陵有不同的看法 大人 我看不应该这样 您看见吗 广围困南昌的长毛 有多少有数万 我看有十万之中 咱们对面的长毛子 也得有一万的挂力 咱们才一千来着 咱们能胜得了人家 从力量上 从装备上 从各个方面 咱都忘成了一样 我劝大人千万不要轻止忘动 我送两个红纯吧 咱们采取一个行之有效的办法 投赢接战 表面上兵对兵 将对将 咱没人家人多 肯定打不过人 咱们出其不意 攻其不卫 他也没想到 咱敢投赢接战 我们造他一家伙 你看如何 就我们打不了胜仗 也大大的挫伤 长毛子的锐气 也大掌咱们相处的威风 对城里的守军 也是一个鼓务 你看怎么样 投赢啊 我也不同意 你要问我 我也不同意 这长毛子非常狡猾 咱面对强敌啊 这玩意 千万要神圣对待 咱这一来 虽然才一千多人 肯定他们都知道 能事先不做准备 一旦人家做好了准备 咱一投赢接战 崩钻口的里面 就得全军覆没 我看此事不宜行 我说男人说 你看这么也不行 那么也不行 咱干嘛来了 就得趁热打铁 这样 咱们两营正攻 今天晚上 咱们一块出发 我 我的浙子营 身先士卒 我们先进去 成功了 更好 失败了 我们马上撤退 你的金字营 在后的赶紧接应我们 咱们得前后呼应 好不好 胜了咱们和平一处 往城里打 败了咱们安全的撤出 事一事也未尝不可 金松龄本来不乐意 不乐意 但金松龄又一想 命不过罗泽南 从声望地位 权势和曾国藩的感情 自己是望尘莫及 你想好吧 那大人我听你的 好吧 那今天晚上咱就分工 你在前我在后 好了 双方 另箭传下 告诉所有的相拥 今天晚上谁也不准休息 要饱餐战饭 把器械准备好了 今天晚上要偷赢 接债 相拥一听 偷赢 接债 本来打了仨胜仗 原来那时候 灯灯灯灯灯灯 心里的敲骨 一点底也没有 等一喊 冲啊 啥呀 床毛子也是肉人 不也打了败仗了 因为有三次胜仗的功夫 所以咱们这个胆子都壮起来 好偷赢 接债 立大功 一个个背儿 二更天 都会 一切进去 今天晚上 月牙 哎 这天不冷 也不热 正好晚上 偷赢 接债 正时候 罗泽南 皮挂整齐 是同盔铁甲 皮眼心 跨起大白马 手中请着大弹刀 后边的军兵跟着 他的泽自营 五百多人 金松灵的金字营 在后边跟着 保持一定的距离 金字营的金松灵 鸿盔铁甲 手轻双刀 独随部队 紧紧跟在后面 往对面 营盘一看 一团七恨 远处 有几点 小灯光 灯光好像巡逻的 哨兵的灯一样 在风一吹 来回之火 再往营门这看 营门开着 也没有哨兵 把这 这是怎么回事 这是 他心中 谈算 是进攻 还是攻 能不能上大 最后决定 还是 一去 无影 公布 承转 维诶 公布 公布